因为长得丑 净穿到原始兽是成为团传 各个大佬终着抢着做他的伴侣 不仅有俊美阴柔的青蟒 还有温柔似水的白火 一茶饮壶更是每天茶在身边求贴贴 其他部落的美男也毫不示弱 这场面让女孩直呼糟不住 刚穿过来的洛渊就发现有四头熊为了争夺他大的出生 难道是觉得他太小不过吃所以打起来吗 被吓出使得他立马想到爬到树上躲地 怎料穿过来是拴伤了头 一声青丝立马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只见四只大宗熊向他狂奔而来 摇身一变成了四个身姿魁梧的肌肉男 都声称小雌性是自己的 洛渊满头雾水 雌性 什么雌性 难道他穿越了吗 几个瘦人眼看争执不下 最终提出四个人一起成为他的伴侣 说着就像他伸出了咸猪手 洛渊整个人都吓傻了 合着他们刚才不是为了吃他打起来 而是为了跟他略略略 眼看几人越靠越紧 洛渊死死地抱紧自己 然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他的挣扎是没有用的 衣服已经被撕去了一大半 正当他以为要被吃干抹镜时 就听见一声惨叫 其中一个兽人应声倒地 只见不远处站着一个身穿轻松衣袍的男人 俊美的五官棱角分明 身形偏瘦却又不失气场 妥妥的极品美男 仅凭几招就送那四个宗熊兽人去见他们的太阳 他的山洞就在附近 本想好好地睡个觉 谁知一直听到熊兽在这边大吼大叫 缓缓向洛渊走来 只见对方缩成小小的一团 眼角微红 白皙的脸蛋挂着两条兰州拉面 如此美丽的丑慈性 真是我见游怜 他不自觉地蹲下身 伸手替他擦去泪水 但语气却是十分的冰冷 别怕 他们都死了 身为现代人的洛渊哪见过这场面 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眼前这男人居然能把杀人说得这么轻松 然而还不等他说出感谢的话 男人就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森林野兽太多 想活命就跟我走吧 说完就直接转身离去 洛渊连忙拎着包一瘸一管地追上去 虽然这个男人看起来很可怕 但最起码他不吃人 也没强迫自己做什么 还出手救了他 要想在兽事里活下去眼下只能先跟着他 这时男人突然停住脚步 回头介绍自己叫清爵 洛渊因惯性直接撞上了他那三十六块的腹肌上 他吃痛地叫了一声 随后尴尬地冲着男人笑了笑 对不起 是我跑得太着急了 我叫洛渊 其实对于皮糙落后的兽人来说 这点撞击根本没什么感觉 只是小雌性稍微一碰鼻尖就红了 心想雌性果然较弱 尤其是眼前这个小雌性 于是直接顺走他胳膊上的大背包 另一只手抱起毫无防备的他 重心不稳的洛渊下意识搂住清爵的伯格 清爵轻笑一声 这小雌性傻乎乎的还挺有趣 他发现他的身子很软 几乎没有什么重要 若有若无的忧香传入鼻腔 浑身开始变得燥热 心想一定是季节的问题 一向不敬女色的他竟然有了心动的感觉 他强行压下内心的躁动 将小雌性带到自己的山洞里 眼看洛渊的脚还在流血 清爵决定出去找一些草药 毕竟雌性生来较弱 仅仅只是一点小伤口就有可能没命了 等男人走后 洛渊从包里拿出衣服换下 被撕坏的内剑也没使得丢 在这什么都没有的寿室里 冯总补补还能再穿几年 正当他还在苦恼以后该怎么生存时 脑中就突然响起了机械音 欢迎宿主来到寿室大陆 我是您的系统小六 就是我把您拉到这里的 这里是个雄多词少的寿人世界 雌性可以拥有多位寿服 这里的雄性各个生得俊美无比 雌性却奇丑无比 所以尽管你长相普通 也能在这一只独秀 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这里的 洛渊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我谢谢你全家 他本来在现代过得好好的 好不容易盼到高考结束 结果就被拉到这种环境恶劣物资匮乏的地方 生存都成问题了 谁会爱上这里 宿主请放心 你可以通过爱意值来兑换生活物品 比如盐 衣服 种子之类的 还可以通过声望值来兑换生存技能 有法术类 符咒术武器之类的 获得爱意值的方法就是要让雄性兽人爱上 他对你的感情越深 爱意值就越高 声望值则是让其他兽人对你产生感激仰慕之心 那我也不想待在这里 你还是送我回去吧 系统却告诉他回不去了 你穿越前是从悬崖上掉下来的 如果不是我把你拉过来你早就赶 落冤欲哭无泪 那你总不会平白无故把我拉过来 是不是有什么大事 系统黑黑一笑 其实也没什么事 就谈谈恋爱 生生宰宰 顺便拯救兽事而已 所以如果在五年内你的爱意值和声望值达不到一千万 就会遭遇雷疾 现在你眼前正好有一个帅到爆的雄性兽人 去攻略他趁早完成任务 也好提前过上退休躺平的生活 话录 女孩就听到洞外传来洞见 到外面查看 发现清爵的身影逐渐靠近 身后还拖着几十米长的尾巴 若冤瞬间吓得贪软在地 清爵居然是蛇兽 他从小最怕的就是蛇了 这还怎么攻略 清爵游到洞口尾巴直接变回双脚 看到小雌性混居的模样 他轻柔地将它抱到屎床上 把带回来的草药抹在他伤口上 别跑 以后你就是我的伴侣了 我不会伤害你的 他活了几十年 平时不是在狩猎就是在提升实力 生活过得平静又无聊 但也从未想过要找什么伴侣 兽氏的雌性不仅慵懒 拉他脾气还很暴躁 可眼前这个雌性给他的感觉不一样 他竟想长长久久地跟他生活在一起 他轻轻放下洛渊的土 探身安抚性地清了他的脸颊 香香的 软软的 这时的洛渊才回过神来 眼睛直接瞪大了三只 他居然被蛇兽给亲了 清爵站起身走向带回来的干肠 你饿了吧 我去给你烤肉 说吧就把比羊还大的兔子架在生好的活堆上 片刻后 清爵就将讨好的肉递到他面积 我以前吃的都是生肉 所以没有盐 你先凑合着吃 我明天再出去给你找 洛渊眼里满是感激 刚才他就发现清爵有些怕虎 但还是亲自为他做了熟食 他还有什么可挑剔的 刚想说不要盐也行 系统就提醒商城里友 正好他有新手奖励五千点爱意志 可以兑换一小包 他借着背包掩护 拿出一小包树叶包裹的精英 我背包里正好有盐 清爵看着小雌性 不知道什么料子的奇怪背包和衣服 又看了看他嫩白手心展开的细颜颗粒 轻轻地点了点头 撒上一点点 味道果然很咸 洛渊吃了一会儿 他发现旁边的清爵一直没动 于是让他一起吃 清爵表示自己不饿 嘴角却不自觉地往上扬 小雌性居然还会关心人 他的鸢鸢果然长得好看又善扬 就是太瘦了 他按下决心以后一定要把他眼白白胖胖 吃饱喝足后 洛渊躺到了甘草上 但清爵能感觉到小雌性还是有点怕的 于是假装先睡着 寒风却让他忍不住发动 这样冻一晚非得感冒不可 他看看对面的清爵 闭着眼一脸平静地靠在石壁上 好像一点也不冷的样子 这时系统音在脑子响起 兽人都是抗动的 商城里有被子 但宿主目前的爱意志为零 说完又露出一脸坏笑 不过宿主可以去贴蛇兽获得爱意志哦 他现在对你已经有好感 只要贴着它 就能获得爱意志兑换商品 看到系统那坏笑的脸 洛渊气的小骂娘 但在寒风的去世下 总之清爵根本就没有睡着 他虽然不知道 见他就发抖的小雌星 为什么会主动靠近 但他很享受被对方依赖的感觉 小雌星身体软软他 好闻的蛋香飘进他的鼻腔 滑进肺腑 脑子开始发热 他强忍着不让自己发出声 贴了许久后 洛渊发现爱意志终于长了一点 他迈着小碎步回到了自己的甘草上 染之坑爹的系统 只给了他一堆棉花 他无奈只能用剩余的爱意志 兑换两块布料 折腾一宿终于把被子缝好 缩在被子里的洛渊 差点幸福地晕过去 等他睡着后 备受折磨的清爵睁开双眼 他是冷吗 找了个什么东西 把自己藏在里面 他对小雌星身上的东西 感到很好奇 想看看是什么料子 看看明天能不能找些来 沉睡中的洛渊 总感觉有人在扯自己的小辈子 抬起胳膊胡乱挥舞两下 布料正好拍到清爵的脸上 清爵抓住他柔软的小手 亲了亲 随后绕到自己的脖子上 顺势躺下 把洛渊连人带背抱在怀里 吹动体内的瘦 让体温高于小雌星 希望他不会再感觉到冷 等再次醒来时 清爵已经为他准备好了烤肉和水果 随后又出去狩猎了 其实他几天进食一次就可以了 但是他想让小雌星 每天都能吃上新鲜的烤肉 洛渊则把甘草一道洞口外晒太阳 闭上眼睛查看爱意值内果 发现居然又长了不熟 他很湿南闷 昨天晚上明明都用完了 怎么又有新的了 殊不知昨晚某人抱着他睡了一夜 但他也没多想 只是又兑换了一些针线和碎物 刚想把昨天被撕坏的衣服补一下 就发现山洞外不到十米的地方 站着一只黑色野猪 看到洞口的小甜点 野猪顿时眼睛一亮 下一秒就冲过来将他扑到 洛渊吓得疯狂大叫 雷伐好歹在五年后 难道现在就要死掉了吗 他不想被这么一只丑陋的野猪咬死了 可他的腿已经软得站不起身了 正当野猪獠牙碰到他皮肤时 他两眼一飞直接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是被一阵瘦吼声惊醒的 他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脖子 没想到自己还活着 四处看了一眼 发现不远处有一条青蛇 正和一只巨大的白虎缠斗着 他知道那条青蛇就是青蛛 那只白虎却没见过 不过明显青蛛占据上风 死死地缠着白虎 白虎全身都挂了在 他开口叫了一声青蛛 撒斗中的青蛛发现他醒了 松开舌尾朝他游了过来 靠近时立马便回人行 急忙询问他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洛渊摇了摇头 目光放在了不远处的白虎身上 这次白毛老虎也变成一个雄性兽人 他随意在腰间围了块兽皮 将身上的血擦干净后向洛渊走 离得近了 洛渊发现这只白虎长得也十分英俊 身高起码在一米九以上 身上的肌肉线条流畅有形 一时间竟给他看出了神 男人微微一笑 你好小慈性 我叫白夜 洛渊对着那张迷人的脸顶了点头 我叫洛渊 看到小慈性对别的雄性兽人这般温柔 一旁清觉的脸顿是非 而且小慈性居然在看那只白虎的腹肌 不就是腹肌吗 他也有啊 怎么不看他的 他寻思着是不是自己穿得太多了 他越想心情就越差 立马对白虎下了竹颗链 白夜知道眼前的蛇兽比自己等级高很多 敌意也很强 不过他不想放弃 他顶着压力 再次温身开口 我可以叫你冤冤吗 今天的事都怪我 那只野猪吓到你了 要是我早点出现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就在半刻钟前 白夜在附近狩猎时看到了那只野猪 为了找到他的老巢 于是没有打草惊蛇一直在后面跟着 由于太过专注没注意到清觉在附近留下的气味 发现误入其他兽人领地时 正好看到野猪在攻击洞口的小慈性 等击倒野猪时小慈性也晕了过去 他急忙将小慈性扶起来 查看没有受伤后才松了口气 要知道慈性在这里可是非常珍贵的 他们不仅身体柔弱 受了伤后更是难以存活 他细细在洛渊身上打凉着 发现这个晕过去的小慈性简直美得不像话 兽士里的慈性完全没法跟他们 他就这样看了很久 直到外面传来受吼声 他紧忙抱着小慈性离开 这个山洞都是蛇兽的气息 蛇兽作为流浪兽 都是残忍无情又暴虐的 他们抢夺慈性 却又从不珍惜 一般只是为了发泄欲望和繁衍后代 而且蛇兽要冬眠 被抢的慈性一般都活不过冬天 慈性们最怕的就是被流浪兽盯上 所以他们都很少出门 猜测这么美的小慈性肯定是被抢的 这么娇弱 怎么能和流浪兽一起生活呢 他得带小慈性回部落精心照顾 另一边狩猎回来的轻觉 闻到其他兽人的味道 星顿时悬了起来 立马变成兽型赶回山洞 祈祷小慈性可千万别出什么事 此时的他非常自私 埋怨自己不该把他一个人留在山洞 虽然他在周围留下了自己的气味 但保不准会有那么一两个不长眼的家伙上来讽刺 决定以后去哪都要带着他 然而还没赶到山洞 就发现一个白头发兽人抱着小慈性匆匆离去 于是两人就打了起来 听白叶说完 洛远明白是白虎兽人救了自己 感激地看向他 太感谢你了 都不知道该怎么回报你 可他自身都难保了 实在没什么东西可以给他的 难不成送他点棉花和碎布吗 那画面自己想想都能笑盘 看着小慈性精致的小脸 白叶的眼神越发地炙热 这个小慈性不光长得美 还特别有礼貌 受是因为慈性稀缺 早就被雄性们惯坏了 所以他发誓一定要成为这个小慈性的伴侣 一旁的清爵看到白叶一直盯着洛远 脸色更黑了 一把将洛远打横抱起 朝着山洞走去 为了感谢你救了我的伴侣 我会给你送足够多的猎物 所以现在滚回你的部落吧 尽管没能将小慈性带回去 但白叶不会这么轻易放弃的 另一边清爵将洛远带回去后 就直接撩开了自己的衣服 洛远整个人都傻了 他这是想干嘛 亲爱的慈性只应看了一眼 其他雄性的腹肌 男人的簇钢就瞬间被打翻 为了赢回小慈性的注意 他直接撩开了自己的衣服 不是喜欢看腹肌吗 我也有 看我的就好了 随便看 随便摸 洛远顿时羞红了脸 他刚才看白虎的时候 真的有那么忌讳 他急忙捂住脸躺回了肝头上 今天太累了 以后再看吧 清爵有些遗憾 不过改天也行 随后从空间拿出一大块兽皮 洛远很是疑惑 这么大块的兽皮 他是从哪拿出来 消失已久的系统小六终于出现 宿主 这里的雄性兽人 升到高阶都会有空间 不过我们也有 看到系统的洛远 就气不打一处了 刚刚我被野猪袭击的时候 你跑哪去吧 系统心虚地别过小脸 那个 我上午开会去吧 宿主 你都不知道 我们做系统的有多不容易 每个月都要定期开会做培训 做的这些都是为了 给你们提供更好的服务 实则就是偷偷跑去睡觉 给自己找了个借口后 急忙转移话题 宿主 我们的空间不仅比他们的大 还比他们的高级 他们的空间存放 食物时间常会坏掉 而我们这个 无论存放多久都是新鲜的 只需一万点爱意值 就能兑换一立方米空间 洛远厅的差点吐息 一万点爱意值才一立方米 你怎么不去抢 你以后干脆别叫小六 叫老六吧 除了抠门一无是处 每次需要东西时 你就跑出来推销 遇到危险就直接给我玩消失 系统尴尬的轻壳一声 屋主还是多跟蛇兽 贴贴来获得爱意值兑换马 洛远欲哭无泪 经过上次的野猪袭击后 清爵去哪都会带着他 洛远本来想自己走的 但清爵为了能多跟小慈性 亲密接触 编出谎话骗他说草丛太深 地上有很多蛇蟹爬虫之类的 洛远很是无语 你不就是蛇吗 不过为了爱意值 还是乖乖地让他抱着 就这样两个个怀心思的人 每天都以这种方式相处 很快洛远就攒够了 买空间的爱意值 还拿出剩下的换了一些纯棉布链 毕竟穿过来石包里 就只有一条小铺 还是一次性的 他得再做几条才行 奈何手艺太差 一不小心就扎破了手指 手上的血珠冒了出来 他还没感觉到疼 身边就伸来了一只修长的手 伴随着冰冷交起的声音 你在干什么 紧接着手指就被清爵抓住 放到嘴里水的吸着 冰冰凉凉的 还挺舒服 但很快就听到了责怪的声音 不料什么的我来逢就好了 你扎自己干什么 洛冤默默翻了个白眼 你以为我想扎吗 又不是每个人都有你那样的绝技 原来在相处的这段时间里 他发现清爵在外不仅狩猎能力强 针线火也是一流 给他做了不少的衣服 还是按照他穿过来的衣服设计 但贴身衣物总不能也找他吧 怎料清爵突然勾走他手里的小铺 还问这是什么 羞红脸的洛冤急忙抢回来 支支吾吾解释是雌性穿的小衣服 清爵从上到下在他身上扫了几遍 最后目光锁在了精准的位置上 从大小形状来看也就那里最合适了 他没有说话 走到洛冤身旁坐下 强硬地扯走他手里的布料 研究了一会儿拿起针线开始红制 此时洛冤尴尬的脚趾直接能抠出三十一瓶来 这种东西让一个男人来疑 他都不知道以后要怎么面对他 没过多久 清爵就做好了两条 给你 穿上吧 看到洛冤一动不动 清爵很是疑惑 要不我帮你 听到这话的洛冤整个人都骂了 为什么这神兽什么话都能说出来 他把头摇成了波浪的 迅速抢过来塞到空间里 清爵遗憾地叹了口气 本来还想看小慈性穿上何不何声音 洛冤怕他又说出什么虎狼之词来 急忙转移话题 称自己饿了 清爵立马转身去做饭 之前他就按照小慈性的指示 做出了一些石锅木产之类的 小慈性做饭时他就在一旁看着 把每个步骤都记了下来 现在正是展现才艺的时候 很快他就做了满满的一桌菜 洛冤看了都忍不住感叹 这蛇兽真是上了厅堂下的厨房 简直可以用贤惠来形容了 看到小慈性那张笑脸 清爵嘴角忍不住往上扬 怪不得寿室里那些雄性 都会拼了命地讨好慈性 原来小慈性高兴起来这么招人喜欢 真的恨不得把命都给他了 经过几个月的相处 洛冤渐渐地不再害怕清爵 反而越来越依赖他 如果回不去现代的话 其实这样一直跟他在一起 感觉也挺好的 只不过有件事他不太明白 为什么清爵的爱意 直到一百万后就停 难道他不爱他了吗 看着也不像啊 系统露出一个坏坏的笑容 因为你们还没进行到最后一步 你要跟蛇兽结履后 才能再涨五十万 而每个兽人的极限 爱意值是一百五十万 洛冤吃惊的邓大猫子 不是说要够一千万 才能免没罚吗 极限是一百五十万 我还怎么完成任务 系统黑黑一笑 所以宿主要多找几个兽夫啊 这里的雄性 各个长得俊敏 所以宿主这可是天大的福利啊 若冤掰着手指算了算 那最少都需要七个才行啊 小六你确定不是在坑我吗 他不自觉地揉了揉自己细小的腰 但此时的他却只想跟清爵这样过下去 不过他也不想那么快 跟他进行到最后一步 毕竟在现代谈恋爱 都需要一年半子了 还是再了解了解吧 清爵也感觉到小慈性越来越黏淡 内心一阵甜蜜 要是能一直跟他这样在一起就好 可好景不长 这天清爵察觉到一双眼睛 一直在盯着山洞的方向看 以他的实力 一看就知道是上次那只白猴 没想到他竟然还敢买 真是找死 于是等落晕睡着后 悄悄来到白夜藏身的大树旁 随手一挥 无形的锋刃带着强大的威压席向蓝叶 白夜虽接住了这一掌 但嘴角还是溢出了鲜血 急忙表示自己是来帮他的 是有关那个小慈性的 帮我 救你 清爵清烈地扫了贪眼 你的等级甚至还没达到王阶 白夜攥紧拳头 这个蛇兽的等级太高 自己确实是没什么字 可是你每到冬季都需要冬眠 再过几个月天气骤降 没有食物 外界又那么危险 渊渊一个这么娇弱的小慈性 没人照顾 他该怎么生存下去 清爵不由皱紧眉头 因为他说的全是事实 这几天他也一直在琢磨这件事 先不提冬眠 他马上就要进入褪皮期了 他可能会随着褪皮突破到黄街 最少都需要一两个月 稍有不慎就会狂话 到时候没人照顾的渊渊该怎么生存 他的实力不如你 但跟其他兽人比起来还是不错的 而我马上就能突破到黄街了 我可以和你一起照顾渊渊 我对兽神发誓 一定会一直对他好的 这点清爵倒不怀疑 他的渊渊那么美丽可爱 是个正常的兽人都会宠着他的 而且部落的生活比跟在流浪兽身边更加安安 更适合小慈性生存 此时白夜不敢放过清爵的一丝表情 因为他的心里也没底 倘若对方是个自私占有欲强的蛇兽 那他是不会放开小慈性的 清爵认真的审视面前的白火 经过内心的一顿挣扎终于疯口 半个月后我要升街 到时候你好好照顾他 升完街后我会去找你 这期间你不得强迫与渊渊节旅 否则我会让你们部落的兽人全部陪 其实跟小慈性在一起的这段时间 他自己不是没提过两人节气的事 但每次都被拒绝 他也尊重他的选择 他希望他的渊渊不管做什么都是自愿的 听到清爵的话 白夜开心的像个二婶 急忙赶回部落准备慈性需要的物 而这边的清爵内心却犹如刀割 虽然他不想跟别的兽人分享渊渊 可特殊时期他真的没办法 所以他一定要争取早日突破的黄街 黄街之后就是神街 神街是最高阶 仅次于神 可以长生不容 到时候就不用再升级 也不用再冬眠 他就可以永远跟他的渊渊在一起 接下来跟落渊在一起的日子 他也十分珍惜 一起去狩猎 摘骨子 做很多很多有趣的事 可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 时间一晃半个月过去 眼看离别的日子越来越近 清爵感觉自己的心都快被撕裂了 他都不知道没有小慈性在身边活着 还有什么意思 但到了约定好的那天下午 他还是下定了决心 他询问落渊是否还记得那只白虎 落渊满脸疑惑 那个杀掉野猪救了我的白虎 还记得呀 怎么了 我要升级了 还要退屁 没法照顾你 我先送你去白虎那里 等我好了立刻去接你 落渊却只想留在这里 放心吧 我不会打扰你 我就想陪着你 而且我有果子吃 不会饿到的 随后睁大双眼看向他 眼里闪着恳求的光 烟红的唇瓣微张 看着小慈性这迷人的模样 清爵差点就动摇了 可是不行 万一他狂发失去理智 伤害到小慈性怎么办 那和杀了他有什么区别 可看着这样的他又说不出拒绝的话 只能不舍地将他搂进怀里 用嘴唇附上他那柔嫩的唇瓣 落渊愣了一下 他能感觉到今天的清爵情绪很不稳定 好像在拼命压制着什么 为了安慰清爵 他轻轻搂住对方的腰机与回忆 察觉到洛渊的反应 清爵内心一惊 以前小慈性从来不会让他这样同他 他加上了这个吻 但还是强行压下心中的欲望 万一他生结的这段时间 小慈性怀孕了怎么办 他忍受着折磨 失去神智般吻了好久 直到小慈性差点窒息 才恋恋不舍地分开 最后趁洛渊不注意咬在他的肩膀上 没反应过来的洛渊还来不及惊呼 就直接晕了过去 清爵抱着小慈性在洞口坐了许久 最终咬牙带着他朝猛虎部落走去 这边的白夜早已等候多时 清爵将洛渊交给他后急忙离开 生怕多停留一秒自己就会后悔 白夜快速将洛渊带回了自己的山洞 部落里的熊亲们得知白夜带回了个小慈性 顿时就炸开了锅 都想做他的熊性 全部跑到白夜的山洞查看 但都被白夜拒之门外 将所有兽人赶走后 他坐到了床边 看着日丝夜响的小慈性 内心疯狂跳动着 他那白皙精致的小脸 如花瓣上的露珠精灵剔透 美得无法形容 根本不像寿室里的慈性 他压下内心的欲望 轻轻在小慈性额头落下一吻 他真的好像 他在床前等了许久 发现小慈性的手指微微动了一下 是要醒了吗 不知道他看到自己会是什么反应呢 还会记得自己吗 他屏住了呼吸 洛渊睁开眼时就看到了一张英俊的笑脸 有点眼熟 发现是几个月前救了他的那个兽人白夜 白夜很是激动 没想到这么久不见 渊渊还记得他 看来小慈性心里还是有他的 洛渊有些虚弱地笑了一下 是你救了我 我当然记得 然而在起身时 感觉到左肩传来一阵酥麻的痛感 气得在内心暗骂 这该死的清觉 居然咬他 还不经过他同意就把他送过来 下次见面一定要教训一下 白夜看到小慈性恼火的样子 猜想肯定是跟蛇兽有关 他当才就发现小慈性 左肩有两个粉色快愈合的小洞 脚上还有一个烟青色的脚环 很像那条蛇兽的缩小板 这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截履了 小时候他就听说过流浪兽 和普通兽人的截履方式不一样 他们除了那种事以外 还可以通过 试咬在慈性身上留下契约印记 还好小慈性伤得并不严重 他看着都心疼死 这时洛渊打量起这个山洞 发现里面很干净 就是跟他之前住的那个山洞有点像 其实在他来之前 白夜怕他住的不习惯 很早就准备了很多慈性需要的物品 还把自己的住处布置得像清局山洞一样 每天都会插上新鲜的花束 渊渊 以后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我可以做你的伴侣吗 白夜温和又充满期待地看着小慈性 幽蓝色的眸子一片柔情 清想以后 基于渊渊的雄性肯定很多 他得早点把名分定下来 洛渊整个人都麻了 这寿室的男人 怎么一个个都这么简单直白 才第二次见面就要结履 他以前的世界相亲 都没这么快的好吗 他真不知道清觉和白夜 到底看上他呢 上来就想绑定他一辈子 而此时的 他并没有见过寿室里的雌性 殊不知自己这普通的长相 在这里就是王长 然而还没等他回话 洞口就传来一个浑厚威严的声音 白夜 听说你带回了一个雌性 洛渊抬头望去 见洞口出现了一个雄壮的中年兽人 眉间已有了岁月捐刻的深深纹路 白夜不由地叹了同情 还没等到渊渊的答案呢 但面对组长 他还是站了起来 做起了介绍 组长 这个雌性叫洛渊 也是我想要截旅的人 可以让他居住在咱们部落吗 他暗下决心 如果组长不答应的话 他就会立刻带着渊渊走 洛渊急忙穿好鞋子上前问候 而组长艾怒见到他的那一刻 直接惊待了 他自认为见多是过 但还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雌性 连忙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 当然可以 欢迎欢迎 这下咱们组里单身的兽人 又有盼头了 白夜你先好好照顾他 却什么都可以跟我说 不要客气 说完就转身离开了 可听到艾怒刚才说的话 白夜心里却很不舒服 兽是雌性稀少 一般每个雌性都有二十多个半 有五六十个的也很常见 甚至有的雌性有一两百个兽服 渊渊长得这么美 还不知道会引来多少人争抢吗 他可不想和那么多人分享渊渊 他按下决心要让自己赶快变强 实在不行 他就带着渊渊远走高飞 找个没有兽人的地方隐居 等回过神时 小雌性已经走到了洞口 正好奇的四处张望 当看清自己身在几十米高的山脉上时 洛渊下意识抓住了洞口突出的石头 他就是因为摔下悬崖才穿到这里的 他在想要是再次摔下去 不知道能不能穿回去呢 系统却跳出来无情打破他的幻想 宿主别做梦了 你是回不去的 掉下去只能摔死摔残摔成丑八怪 洛渊默默地翻了个白眼 询问白夜他们怎么会住在这么高的地方 这样上下山不会觉得不方便吗 住的高也是为了防止雨季的洪水淹没山洞 而这点山路对雄性兽人来说不算什么的 跳几下就上来了 这时白夜指了只远处一条草木明显稀疏的小路 其实也有下山的路 不过雌性身体比较弱 都是伴侣或者父亲抱他们上下山的 而且平时除了狩猎以外基本很少下山 族里打猎是轮流的 一般隔一天才会轮到我 我大概半天就能结束 剩余的时间我就可以拿来陪你了 白虎注视着美丽的小雌性 语气是前所未有的温柔 他可以为小雌性做任何事 洛渊却在想着身在部落 要怎么尽快获得申望值 之前跟清爵在一起就获得了很多爱意志 生活用品之类的就不用丑了 而申望值可以兑换符咒术 亲身术等各项技能 兑换之后他就可以变得跟他们一样强了 这时系统发出提示 宿主前方3000米处有随机任务 可获得申望值哦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在此次的任务中 他会因为太过美丽而遭到其他雌性的针对 雄性还不得干预雌性的事 而这时的他又没有任何技能保护自己 男人好不容易能跟心爱的雌性在一起 却又冒出多位雄性竞争者 各种在小雌性面前献殷勤 就连部落里的雌性也要上来插一脚 求偶之路可谓是难上加难 就在刚刚 系统检测到前方3000米处有随机任务 只要完成就能获得申望值兑换生存技能 洛渊抬眼望去 发现山下果然围着一群人 于是让白夜带自己过去 其实白夜早就发现了那群兽人 他本不想离 只想和渊渊一起过二人世界 但小雌性感兴趣也只好带他过去看看 很快两人来到了人群外围 挤不进去的洛渊询问身旁的兽人里面发生了什么 几个兽人听到小雌性甜美的声音立即回头 看到洛渊的那一刻 眼睛瞬间瞪大了三只 因为他们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雌性 一时间所有的雄性兽人都围了过来 询问他有没有办理 看看自己怎么样 这是洛渊第一次接触到这么多兽人 他们个个长得都十分英俊 身高都在一米九以上 拥有完美的八块腹肌 但是为什么都穿这么少啊 有些至少知道在腰间为快兽皮 有几个兽人身上却一根线头都没有 雄性们发现洛渊在看他们 立马昂起下巴 把身子挺直 试图展示自己的男性雄风来吸引这个小雌性的关注 洛渊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是他一个清纯小女生能看的吗 不会长真眼吧 他急忙躲进白夜的怀 白夜也用手捂住他的眼睛 让那几个兽人去找几片树叶为人 眼看他们都穿戴整齐 白夜才放开了手 这是一个雌性凑到洛渊面前 两眼放光地看着他 你长得好美啊 我好喜欢你 我们能做朋友吗 我叫阿诺 你叫什么 说完又抓住他的手不停揉捏 天啊 你的手好滑 洛渊愣了一下 发现这个雌性长得很普通 立马乱蓬蓬枯黄的头发 长满雀斑的胖眼 跟周围英俊的雄性兽人形成了鲜明对比 再看一眼周围的雌性 也是瞅得非常牛批 看到阿诺一直抓着小雌性的手不放 白夜很是不熟 单手抱着洛渊往里走 还是先看看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吧 心大的阿诺才想到自己差点忘了正事 是我家阿姐的宅子小美病得快不行 部落里唯一的无疑又去了兽城 洛渊走近一看 发现一个雌性兽人正抱着一个小孩在哭 小兽人脸蛋通口 肚子肿胀 他蹲下身摸了小兽人的肚子 硬得像块石头 还浑身发热 这症状很像是鸡石引起的发烧 兽士的人以生肉和烤肉为食 小兽人消化能力差 吃完会鸡石很正常 可偏偏兽人们以为生病了 吃肉就会好得更快 这样恶性循环 自然就及时发烧了 只要让他尝到通常 烧自然就退了 这时他想起前段时间 吃胀肚子清爵给他吃的木梅和山楂 那个可以有效地帮助消化 虽然山上的木梅过急了 好在之前他存了一点在空间 想到这 洛渊把手伸进兜里 假装从里面掏出一大把木梅地点阿诺 这个可以帮助小美消化肚子里的食物 这两天不要让他吃烤肉了 再烧一点热水给他擦身体 很快就会好 信我的话可以试试 这是一道尖锐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你是谁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 要是把小兽人致死了 你负责吗 长得一副狐狸精的样子 就是想来这里出风头勾引雄性的吧 看到小雌性受欺负 雄性受人们有心为伍 可雌性们的争吵他们却不好插着 但白夜可见不得她的渊渊兽委屈 刚要出声反驳 阿诺就抢先开口呛了回去 如今无疑不在 小美又快不行了 试试这个法子怎么了 要是你行你伤 说完就把她推了出去 她早就看这个香香不顺眼 平时仗着和组长的女儿艾莎关小 在这里奚落了不少其他雌性 好在其他兽人也愿意相信洛渊 在她的指挥下做出石锅 把水烧开后 用兽皮给小兽人擦拭身子 再把木梅放进锅里 煮烂给她威胁 在干活的过程中 雄性们也不忘在小雌性面前展现自质 没事干的一些人 还赖在洛渊身边不肯走 这可把白夜气得不轻 这群人怎么敢都敢不走 然而洛渊并没有注意到他们 因为她的心里也没点 害怕搞这么大的阵仗没把病折 自己被迁怒还会连累白夜 只能不断在心里祈祷 让小兽人快点好起来 白夜牵住她的手轻声安慰 别怕 有我在 身处一劫 白夜的关心让她心里流过一阵暖 刚要开口说话 就听见兽人大喊 你们快来看 小美醒了 小兽人母亲激动地抓住洛渊的手不断倒行 洛渊悬着的心也终于落了的 嘱咐让他们暂时别给小美喂东西 她晚点会煮一些粥送过来 健壮的阿诺一把抱起洛渊转起了圈圈 渊渊你真的好厉害 我发现我更加喜欢你了 看到这一幕的白夜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把小雌星拉回来打横抱起 她忙了一天了 我现在要带她回去休息 说完就挤出了人群 然而还没走多远 身后就传来了雄性兽人们的声音 这个雌星好温柔 还会治病 我一定要和她结语 听到这话的白夜默默加固了紧 等回到山洞时 疲惫的洛渊早已睡着 白夜将她放到了床上 情不自禁地在她脸蛋亲上一口 她也不知道自己最近是怎么了 自从遇见小雌星后 自己整个人就变了 总是想和她贴贴 之前的她对雌星从来都是客气疏离的 也没想过要和谁结成伴侣 因为她觉得照顾雌星好麻烦 但现在她觉得只要能和鸳鸳在一起 让她做什么都愿意 她瞅了瞅小雌星身上奇怪的衣服 猜想应该是蛇兽给她做的 她暗下决心以后 也要学着给她做好看的衣服 不能输给那个蛇兽 给洛渊盖上兽皮后起身到洞外做饭 在洛渊被接过来之前 她可没少调查她的喜好 她知道她喜欢吃米饭 所以很早就用兽皮去换了一袋打 她偷偷看过小雌星炒菜 还私下练过很多次 现在的技术可谓是炉火纯青 拿来争宠完全不成问题 没过多久 她就做了满满一桌菜 在睡梦中的洛渊直接被馋醒 早上就吃了几个果物子 折腾了一下午 肚子早就呼呼叫了 迷迷糊糊的她下了床 白皙的小脚踩在地面上 白夜回头便看到了这一幕 一个飞身冲过来将她抱起 放到旁边铺好的兽皮石凳上 温暖的大手握住她的小脚 渊渊地上凉 小洞坏了吧 等过几天她一定多梦一些兽皮铺在地上 这样她就能光着脚在地上玩了 洛渊害羞地抽回脚 她哪有那么娇弱呀 然而在白夜眼里 她就是柔肉不担子里的存在 起身把肉夹到她碗里 其实她更想亲自喂的 但她发现这个小雌性胆子很小 所以不能操之过急 洛渊潜尝几口 发现味道出乎意料的美味 感叹寿市里的男人都这么贤惠的吗 白夜看到小雌性这么满意她做的菜 感觉幸福极了 正当她还在享受二人世界时 山洞外却来了两个不速之客 直接把小雌性的注意全部吸走 来的是阿诺和她的伴侣使劲 阿诺一到洞口便扯得嗓门大喊 渊渊 我来找你玩了 你一个人在家肯定很无聊吧 白夜满头问好 她不是人吗 然而这家伙一上来就将小雌性抱住 一会儿躺进了她给小雌性准备的大堂 一会儿又在石凳上谈两下 最后还盯上了她给小雌性准备的花 看到这么多有趣的东西 阿诺自动忽略了百伙的功劳 把一切归功在洛渊的头上 毕竟在她来之前部落里没有这些东西 洛渊很是疑惑 她还以为这是兽事的标配 殊不知这是某人精心为她准备的 白夜按住想刀人的心 把花抢过来放回桌上 这是我按照渊渊以前居住的地方布置 你要喜欢 改天我可以教史金 不想搭理她的阿诺随口说了句 然后又没完没了地跟洛渊聊了起来 白夜和史金直接呈多余的 直到阿诺询问起洛渊的年龄 因为按照部落的规定 雌性一旦成年就要开始挑选兽活 英兽是雄多慈少 为了壮大族群 雌性每年最少都要增加一个半 白夜的脸更黑了 因为她根本就不想跟其他雄性分享渊渊 虽然忘了洛渊也是她从别人的挖来 她暗下决心 最多一年 等她的实力上来后 就立马带着她离开布鲁 洛渊也被吓到 刚满18岁的她还是撒了谎 称自己还未成年 虽然这里的雄性哥哥长得俊敏 但她也不想被迫和不喜欢的人结 不想继续这个话题的她转身去熬舟 还把方法交给了他们 并且叮嘱让小兽人这几天少吃肉 等两人走后 白夜抱住洛渊向她保证 如果组长应要给她塞半米的话 她一定会带她离开 洛渊很是感动 清觉不在 白夜就是她唯一的依靠 天色渐晚 白夜在手中凝结出一个金色的光球 直接照亮了整个山洞 这还是洛渊第一次见白夜使用这种能力 好奇地询问这是什么 这是兽能 雄性兽人每到高阶后都会觉醒不同的兽能 我的是光 除此之外 还有金木水果土风 远的降龙大陆还有龙族会操控雷电 由于兽人怕我 很少会有人觉醒火系兽能 而兽阶总共有六个等级 分别是从初阶到中阶 高阶和王阶 然后是黄阶 神阶则是最高阶 基本是成神状态 可以不老不死 不过目前兽是大陆 还没人能修炼到这个等级 白夜耐心解释着 同时内心戏也开始上演 渊渊对她并不设讽 想问什么就问 应该也是喜欢她的吧 对她和其他兽人的态度都不一样 然而洛渊想的却是什么时候 能把声望值攒够也兑换一个金 于是这两天她都会去看望那个小兽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 很快她获得的声望值 正好就可以选一个初级法术 分别是治愈术和轻生术 洛渊毫不犹豫选了治愈术 这个不仅能治病救人 还有利于今后在任务中 获得更多声望值 兑换后一张符咒融入了她的身体 正好今天白夜出去狩猎了 她可以在山洞里好好练习 经过一下午的梦 她的掌心终于出现了一股淡淡的绿光 正当她想着要拿谁来做实验室 出去打猎的兽人就回来了 可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 她却没看到白夜的身影 正失望着 一道白色的影子就跃进了山洞 一放变成了人形 现倒是白夜 洛渊激动地上前拉住她的手 怎么这么快回来了 有没有受伤 见小慈性第一次主动牵自己的手 还关心她 白夜瞬间乐开了花 赶忙解释自己没事 似乎这人家只是想拿她试试心机能而已 洛渊在她身上闻到了很浓的血腥味 衣服上还有很多血迹 大腿上还有一道较浅的划伤 这点伤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身上的血都是猎物的 此时白夜有点厚 她应该先去河中洗个澡 也不至于会熏到渊渊 都怪她太着急回来见她 洛渊把她拉到屋内坐下 我给你变个魔术了 说吧就在手中凝结出一团绿光 将其注入伤口处 伤口以肉眼可见的开始浴 白夜震惊地看着这一遍 她早就发现渊渊和寿室里的瓷性不太一样 打忙提醒让她一定不要在外人面前展现 否则可能会有危险 因为寿室里的瓷性根本就没有受解 无法修炼 同时她也带了点丝性 因为小瓷性根本就生的美 要是再让别人知道她会这个魔术 那不得遭到那些兽人的疯狂 洛渊乖巧地点点头 才不外露的道理她还是懂 可这时白夜却发现她的脸色有些苍白 难道使用这个魔法会伤害到自己的身体吗 被她这么一提醒 洛渊确实感到有些疲惫 不过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 次日一早 洛渊被一阵嘈杂声吵醒 起身查看 发现是和附近部落组队去采炎的兽人们回来 但大部分的兽人都受了重伤 有的伤口腐烂化脓 白森森的骨头都漏了出来 据说他们采炎的那片海被称作是黄海 里面也吃人魂魄的人鱼 而他们此次就是遭到了人鱼的袭击 白虎部落的乌衣去北城到现在都还没回来 金氏部落和苍狼部落的乌衣看到这伤势都连连摇头 这时洛渊的脑中发出提示音 宿主 救助重伤的兽人可获得新的声望值 洛渊伸手扶住额头 就不能让他静静的当个吃瓜群众吗 但还是偷偷从空间里拿了一把补刀和纸屑消炎生机的草药 拉着白叶挤进人群中询问 乌衣阿伯 我见过别人治疗过这种伤势 正好我这里还有些草药 能让我试试吗 两个乌衣发出一声冷哼 就连他们都没办法的事 到底是哪个大言不惭的敢说出这种 刚想回头喝子了 结果却看到了一个乖巧可爱的小雌星 两人立马换了附和爱的面脑 哎呀 原来是个漂亮的小雌星啊 真勇敢 你快来试试 众兽人都惊呆了 这两个老灯变脸变得也太快了 可这时身后又传来一道尖锐的声音 怎么哪都有你这个心来的 你不会又想救人来博人好感吧 别以为小兽人病好了就是你 那可跟你没关系 白叶 你可不要被这个狐狸精给迷惑 他早晚会害死你 白叶圈住洛渊的手臂冷声开口 我喜欢谁是我的神 还请麻烦你离我们远一 听见没 我家白叶说了就是喜欢我 有些雌星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洛渊故意靠在白叶的手臂朝他露出一个挑衅的笑容 这个香香老是找他麻烦 他才不会一直惯着他 虽然他吵架不行 但白叶是真的喜欢他 听到这话的白叶忍不住仰起嘴角 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 看到白叶对其他雌星这般温柔 香香瞬间被气炸 明明是他先喜欢白叶的 现在却被一个外来者横刀夺爱 他气得就要上去对洛渊动手 怎料被阿诺直接拦住 你怎么老是针对渊渊 白叶又不喜欢你 你嫉妒也没用 还是安静点别给人添乱了 组长听到了动静 立马投来一个严厉的目光 香香虽然不服 但还是乖乖地逼了走 两人无视他来到受伤最重的兽人身旁 洛渊以前没拿过手术刀 于是把古刀递给了白叶 指挥他去掉兽人伤口上的符漏 白叶的手法干净裂了 洛渊看了都忍不住惊叹 这要放在现代白叶一定是个非常优秀的外科医生 他急忙把碾碎的草药敷在兽人伤口上 随后把手放了上去 这动作看似在捂着草药窒息 实际是偷偷使用治愈术让伤口快速结痂 他强忍着乏力一口气把地上的兽人都治了一点 但为了自己的小命 也为了避免引起所有人的怀疑 他也只给美人使用了一点点治愈术 白叶看着小雌星越来越苍白的脸 眼里满是心疼 可他也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默默加快手中的动力 早点结束就能早点带着鸢鸢回去休息 两个小时后 治完最后一个兽人的骆鸢直接晕倒过去 等再次醒来时 看到的是一张焦急的脸 白叶如同珍宝般将他抱进怀里 骆鸢整整昏迷了一天一夜 这段时间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 他真的很怕小雌星再也醒过来 鸢鸢 以后咱们还是少用点那个魔术吧 这个对你身体伤害太大了 万一你出了什么事 我也活不下去 骆鸢抱住他轻身安慰 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而且我的力气全都恢复 这时白叶把兽人们苏醒的事告诉他 金氏部落和苍狼部落的组长为了感谢 还特地举办了篝火晚会 其实他心里是不想小雌星频繁露面 那么多雄星都对鸢鸢虎是单单 但以他现在的实力 并不适合带他离开 骆鸢也不想当焦点人物 不过他对这个兽氏的篝火晚会 还是有些好奇的 正犹豫时 山洞外又响起了阿诺豪放的声音 鸢鸢我跟你说 组长的女儿爱杀回来 他可是一直想跟你家白虎结侣 你要趁着这次的晚会 让他死了这条心 他以前总是仗着自己的身份 对我们百般看不上 还自认自己是部落罪名的雌星 你这次可要好好地打他的脸 骆鸢却只听进去了前面的那句话 转头看了一眼白面 没想到这家伙还挺招讨话的 白叶读懂了小雌星的心思 赶忙成亲 鸢鸢你别误会 我像受神发誓 我从头到尾都只喜欢过一个 这点史金是认可的 虽然喜欢他的雌星有很多 但他平日都不怎么和其他雌星说话 被阿诺和史金这么看着 骆鸢瞬间羞红了脸 低头张开小手 让白叶带自己去参加篝火晚会 当几人到达目的地时 三个部落的组长立即朝着骆鸢走了 骆鸢慈醒 就这兽人的事大家都知道 他们正想跟你当面道谢 爱慕说完就只向自己 左手边长相粗犷的中年兽人介绍 这位是苍狼的部落的组长风雪 右边这位是金氏部落的组长 骆鸢发现金氏部落的组长 是个年轻俊美的兽人 一头长金发 眼眸幽深 看着比白叶大不了几岁 苍狼组长风雪哈哈打笑 没想到救活我族人的 竟然是个这么柔弱美丽的小雌星 真让人意外 为了表达感谢 我带来了一百只大型猎物 赠女白虎 另外再送两件北极兽的皮毛 给这位美丽的小雌星 还不等若渊回话 金氏组长云立也笑着开口 我们部落也带了同等数量的猎物 另外再送一袋红金给若渊雌星 这个不但可以交换物品 还可以当作挂尸戴在身上 我相信渊渊一定会喜欢她 一开始白叶还没什么反应 直到听见云一这般称呼若渊 温柔的毛子瞬间泛出了 一次想惊事 云一也感受到了她的目光 挑衅地忘了回去 见状白叶的目光更冷了 然而单纯的若渊 却没发现两个雄星之间的暗流涌动 只是乐呵地接过礼物 因为这个红金 也可以在商城里兑换物品 但在他们邀请到 篝火中心的位置入座时 还是礼貌拒绝了 拉着白叶找了个不起眼的位置坐下 得到小雌星关注的白叶心里热开了话 从碗里拿出一个红果地到小雌星嘴 洛渊将嘴轻咬一口 真的美味极了 白叶盯着她那沾满果汁的粉条 侯杰忍不住滚动 没客之助的她捧起小雌星的小脸吻了上去 沾上果汁的小嘴又软又甜 让她有种想立刻扑倒的冲动 洛渊被轻的浑身发热 有心推开她 却浑身使不上一点力 只能被迫接手 见对方没有拒绝 白叶更加觉得浑身躁热 刚想加深这个吻 却突然被一声惊呼打断 你们在干什么呢 欲求不满的白叶十分恼火 好不容易才惊上的小雌星 居然被人打断了 她冷着的脸抬头寻找声音的来源 发现是一个满身饰品的爆牙雌星 来源正是组长的女儿艾莎 此时正满眼怒火地看着两人 她下午刚和琳娜从北兽撑回来 听到洛渊的事两人都吃之以 因为她觉得不可能有雌星会比自己还美 更不相信有雌星会那般高超的医术 猜想部落里的人肯定是被忽悠了 于是在来之前她就精心打扮了一半 势必要在今晚拿下白叶 没想到赶过来看到的却是一副浓情蜜意的画面 她气得想冲上去抓烂洛渊的脸 但还是全力控制住自己 毕竟她在白叶面前扮演的可是个温柔的雌星 她努力挤出一个笑容 白叶 你可是部落第一勇士 未来是要做组长的 怎么能和一个来路不明的雌星坐在一起呢 快过来 和我去阿爹呢 她的阿爹早就答应她了 只要白叶成为她的伴侣 以后组长的位置就是白叶的 她敢保证白叶若是知道的话 肯定会高兴放她 凭白叶的聪明记 一定能听出她话里的意思 然后甩开那个瘦不拉击的雌星来讨好自己 想到这她得意的瞥了眼洛渊 洛渊看着眼前表情变换不断的爆哑雌星 猜想她一定是阿诺说的那个爱慕白叶的爱沙 然而她并没有说话 想看看白叶是什么态度 白叶也没有让她失望 将她搂进怀里冷着个脸 看向对面的雌星 我这辈子认定的伴侣只有渊渊一 而且我对组长的位置没有丝毫兴趣 这般温柔的板虎面对其他异性的示好拒绝得如此单独 洛渊默默在心里给她加了几分 轻轻地挠了挠她的掌心已是骨灭 然而白叶整个人都僵住了 渊渊要是再这样她可就真的要控制得住 被无视的爱沙气的满面通红 刚想抱粗口 就看到一群黑压压的兽人朝着这边走来 还以为是自己的追求者 内心又开始得意起来 正好让这个不知好歹的白叶 看看别的兽人是怎么跪顶的 不过看在她实力强整的又帅的份上 她倒是可以原谅她一次 她仰起下巴摆出一个自认为极有魅力的姿势 等待这些雄性们过来跑 怎料这群人直接从她身边越过走到洛渊面前 不断说着感谢的话 还送出了很多珍贵的宝贝 更是展现出自己的实力想要成为她的伴侣 其中就有苍狼族组长的儿子风景 还有金狮族组长的弟弟云河 艾莎直接被挤到了一边 惊掉的下巴肚没来得及和声 要知道以前的她都是被别人追跑着的 极度愤怒让她忍不住发出尖叫 总有你们哭着回来求我的一天 说完就愤恨地跑开了 这边射恐的洛渊被他们弄得晕头转响 怎么吃个果子的功夫就来了这么多人要跟她截旅呢 而且她也不太会处理人际关系 只能偷偷扯了扯白夜的手 白夜立马以她累了为由将她抱走 接下来的几天 因为有金狮部落和苍狼部落送的猎物 白夜不用去捕猎了 她就在家专心陪着洛渊 洛渊正摆弄着从商城兑换的小麦和土豆种子 系统告诉她这些种子都是素数的 大概两个月就能成熟 于是就开始忽悠白夜和阿诺和自己一起去种地 吃货阿诺一听这东西可以做出好吃的 立马就来了精神 带着使精回去摇人一起干 洛渊则带白夜先去约好的空间 在路上碰上了被她救过的寿人莫西 莫西知道当时的自己伤得很重 要是没有洛渊她早就下去见自己的太难了 她从空间里拿出一颗会发光的石头 虽然这个不值钱 但是挺好看的 想当做谢礼送给你 洛渊看了看她手里的石头发现确实很漂亮 于是就收下了 看到小慈性收下她的礼物 莫西开心其万 她早就听说在沟火晚会 风集和云红送的礼物都太不惜 所以小慈性没收 于是她就选了一个不贵重又好看的石头 没想到小慈性真的收下了 而她探向洛渊的眼神也同样带着着 怎料一转眼就发现白夜死死的盯着她 她知道这是一种警告 她太了解白夜的性格了 别人一直以为她是个非常温和的人 那是因为他们没碰到她的命令 还记得小时候她曾嘲笑过白夜脖子上戴的项链不像瘦身 于是一把扯下扔到地上 抬脚就要去踩 一向温和的小白虎就突然发狂了 疯了般冲上去咬住她的腿 旁人怎么拉都拉不开 最后她保证再也不动那个项链她才肯松口 到后来她才知道那是白夜母亲留给她 如果当时真的踩下去估计她的腿都要断 但她暗自发誓 如果小慈性真的喜欢自己 那她粉身碎骨也愿意跟白夜一战 为了能多跟小慈性接触 她提出要跟他们一起去种 人多落冤自然是高兴 但她很好奇他们这次去取言怎么会伤得这么重 一提这个墨西就满脸沮丧 是人鱼的枉死 底下的人鱼蠢欲动都想称王 过去的时候刚好赶上他们在打斗 人鱼的歌声就像是一把戾气 而他们正好就被殃及 不过这次我们抓到了一条人鱼 方便让他下次带我们去取言 听到这 系统突然发出提示 宿主有新任务 救助受伤的人鱼 这次不仅可以获得声望值 雷伐时间还会推迟一个月 说到声望值 洛渊看了一眼伤长 发现上次完成的任务 不仅可以兑换一个技能 还能换一个武器 他毫不犹豫换了之前看好的清真术 正想着要换什么武器时 阿诺就带着乌泱泱的一群人看到 阿诺的人员没得说 就连另外金狮部落和苍狼部落的人 都被他叫来了 然而等所有人都去种地时 金狮部落的组长云翼却盯上了洛渊 小雌性白嫩的肌肤吹弹可破 饱满的红润唇瓣 看起来就很好亲的样子 他暗自发誓一定要得到他 于是就开口邀请他去金狮部落做客 白也不在身边 洛渊没什么安全感 刚想拒绝 可对方却拿出人鱼诱惑他 听说人鱼的歌声很美妙 圆圆难道就不想去听听吗 这下洛渊心动了 这次的任务正好就是救助人鱼 而人鱼又刚好被关在金狮部落 刚想开口答应 一抬头就发现云翼离自己很近 这让他感到很不适 身体不由地往后头 云翼露出一个不可察觉的威胁 不慌不忙地伸手准备来的英雄救命 怎料小雌性落入了另一个怀抱 正是苍王部落的风机 他正和阿富在附近袍地 没想到发现这个云翼一直在这边缠着小雌性 没时间多想就赶过来 云翼恼怒地收回手 心想这风集真是多事 有机会一定要除掉他 但面上还是保持微笑地看着洛渊 我们明天就回部落了 如果你想去的话可以来找我 说完就潇洒离去 洛渊对这个云翼没有什么好的 但为了任务他还是决定去一看 在此之前他得提前做好准备 于是一到晚上他就用剩余的声望值 兑换藤蔓风铃作为武器 这藤蔓很有灵性 可长可短容打架 遇到危险时还能帮助他逃跑 次日一早洛渊带着白夜 跟着云翼一起前往金府部落 为了在小雌性面前表现自己 一路上云恒续续叨叨地 给他介绍着金狮部落很多有趣的事 而洛渊眼中却只有任务 到达目的地后朝着云翼礼貌笑了响 金狮族长 我想去看看人鱼可以吗 云翼直勾勾地盯着洛渊 渊渊想怎样都行 说罢就把他们带进一处山洞 只见一条人鱼被钉在石壁上 男人低着头看不清样貌 但从冰蓝色的鱼尾也能看出他样貌非凡 可洛渊已经顾不上欣赏那漂亮的尾巴 只看到他满身的伤痕 血液从鱼尾流淌到地上 见到这场面的他不由得心疼 质问是不是这条人鱼打伤了他们 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见小雌性生气的样子 云翼赶忙开口 我们在海边捡到他时他已经昏迷了 不管他的话只怕他已经死了 云翼也在一旁解释 我们也是怕他逃跑丢了性命 等把他治好后我们会给他送回海里的 话是这样说 但其实云翼的目标是人鱼的胶珠 听闻吞了胶珠就能在大海里如履平地 随意游动 这怎么能让他不动心呢 不过这件事他还不打算告诉小雌性 这血腥的画面让骆渊喘不上起来 只能说自己今天赶路有些累了 让他们帮忙安排个干净的山洞休息 云翼自然答应 很快就在自己住处附近给他们找了个宽敞的山洞 等晚点再带他参观步路 见到云翼那般残忍地虐待人鱼 骆渊对他更加没什么好感 只是敷衍地点了点头 等两人走后 他把自己想救人鱼的想法告诉了白鱼 虽然放走人鱼的难度很大 但白鱼还是一口答应了下来 只要能让小雌性开心 放个人鱼算什么呢 而且他刚刚看到鸳鸳对人鱼好像很感兴趣的样子 那倒不如先把他放走 以免夜长梦多 骆渊很是感动 立即从商城里面兑换了一瓶眼带气味的喷 毕竟受人的嗅觉太过灵敏 要是知道是他们放走的人鱼只怕会起冲突 两人讨论完细节后决定当晚行动 上午时洛渊觉得自己有些失态 为了打消云翼的疑心 他下午一直在努力装出一副很开心的样子 绝口不提人鱼 等到夜深人进食 两人悄悄潜入人鱼所在的山洞里 却发现人鱼已经睡着 此时的念念终于看清人鱼的样貌 长眉的睫毛根根森明 高挺优雅的鼻梁 美得犹如一幅画卷 他让白夜把他身上的钉子拔定 自己则使用治愈术给他疗伤 人鱼在疼痛中惊醒 一睁眼就看到一只白嫩的小手 附在自己的手外上 在抬头就看到了一个娇小的瓷心 疼痛过后又感受到一股暖流传进体内 白夜时刻关注着人鱼 见他睁眼立即伸手挡住他的视线 这个魔术可是小瓷心的秘密 不能被别人发现了 洛渊没有抬头 专心施法 我们再救你 你先闭上眼睛 人鱼听着他的话和上眸子 这个小瓷心声音软软糯糯的 比他的歌声还好听 只是他不明白他为什么拒绝自己 难道也是想趁机得到胶珠吗 果然是个贪得无厌的陆地瓷心 他暗下决心 如果对方流露出一点要取胶珠的意义 那他就会立刻杀了他 他厌恶地皱了皱眉头 不过身上不断传来的暖流让他还是眷恋 他现在还不太舍得对小瓷心吓声 姑且让他再多活一会 只是这个小瓷心估计还不知道 他们人鱼的胶珠只会赠送给自己的蛋 并且必须是完全自愿的 如果暴力取走 那得到的不过是一颗好看一点的猪仔 根本起不到避水的作用 人鱼思绪百转千回 骆渊浑然不觉自己已是针板上的猎物 只是在努力运转体内最后一点力量 修复人鱼华丽的欲伪 祈祷他有体力能优惠含眼 这样自己的任务也算完成了 过了两个钟后 骆渊耗尽最后一丝力气帮他修复完伤口 随后疲惫地倒在白夜怀里 白夜心疼坏了 搂住小雌性后 拿开蒙住人鱼眼睛的手 你这尾巴能走路吗 白夜雨带嫌弃 他可不想背着他 人鱼摆了白尾巴 变出了两条有力的大长途 白夜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喷雾 把山洞和走过的地方都喷了一点 他将落冤抱在怀里 带着人鱼躲过巡逻的兽人 正当快到山下的河道时 却突然碰到一个兽人挡住了他们的去 难道要被发现了吗 男人只是跟小雌性分开了两分钟 结果家就被偷了 别的雄性不仅趁他不再对着小雌性又亲又宝 甚至线上自己的胶珠偷偷与其截履 头上可谓是顶着一片青青草原 然而不知情的他却还在帮助情敌逃出狼窝 就在刚刚 洛冤收到了系统派发拯救人鱼的任务 可当他帮助人鱼修复完身上的伤口时 自己却陷入了昏迷 凌晨白夜将人鱼送出部落时 结果在半路又遇到了出来溜达的兽人 最终只能不情愿地把怀中的小雌性暂时交给兵 自己则去引开那个兽人 临走前还叮嘱千万别让小雌性摔着了 他知道这条鱼现在很虚弱 在陆地上又没什么优势 就算他有胆量把小雌性抱走 他也能追上它 等白夜走后 无聊的蓝鸣低头看了看怀里的小雌性 就只是这一眼 他就不由地平住了呼吸 刚才疗伤时小雌性就一直低着头 他根本就没看清他的模样 现在那白皙精致的小脸 就展现在自己的眼前 发现这个小雌性 比他在海里见过的人鱼雌性 还要美丽可爱一万倍 他像是受到捕获般低头 亲了亲落冤的额头 好像好软 好想含在口里瞬息一番 要不就让他成为自己的伴侣吧 这样就能一直陪在他身边了 他满心欢喜地想着 可下一秒就被自己的这个念头下了一体 从来都是人鱼捕获别人 现在他竟成了着魔的内衣 只不过是见了一面 竟让他心甘情愿地被套走 不过是这个小雌性救了自己 那以身相许也算是暴打他了吧 对没错 我只是为了暴打他而已 绝对没有别的意思 阿娘说了 做鱼要学会知恩图报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我都不好意思拆穿你 白叶也救了你 也没见你要以身相许啊 此时的蓝鸣已经开始在内心 盘算着自己的势力 那是老人鱼王最满意的继承人 年纪轻轻就已经接近了黄街 还是有能力保护他 说罢就要将他带回是浑海 可想了想他又放弃了 如今老人鱼王突然暴毙 不同种族的人鱼都想称王 原本以他接近黄街的能力 是可以统一人鱼族的 可偏偏赶上了升黄街的时候 上次海底的暴乱 硬是打断了他升街的过程 遭到反噬的他昏迷在海边 结果一觉醒来 就成了陆地受人的掌中之物 其实以他的实力 再过半个月就能恢复逃出阵 没想到怀中的小雌性 竟提前救了他 让他免受些苦难 再过一阵子他要再次升街 如果现在他将小雌性带走 他根本就照顾不了他 另一方面就是 他还要面对海底厮杀 于是决定统一人鱼族后再来接他 蓝鱼低头吻上洛渊的群伴 将自己体内的胶珠 堵入他口中 这样他就是自己的伴侣 此时将受人引开的白叶也赶回来 没看到刚才那一幕的他 还在庆幸小雌性 没被人鱼偷偷抬走 殊不知家早就被偷了 如今人鱼和清爵都跟洛渊结了人 现在就只剩下他一个大渊种 他将人鱼带到了河边 蓝鸣立马变出鱼尾跳入河中 离水太久 银片早就干裂起皱了 他发誓以后一定要好好保养自己的大胃吧 毕竟人鱼都是靠着美貌和尾巴来吸引雌性的 眼看白虎转身就要走 他急忙询问那个小雌性叫什么名字 白叶白了可以言 他叫什么你无须知道 还是早点滚回你的大海吧 看着白虎抱着小雌性远去的背影 蓝鸣勾唇一笑 你不告诉我也没关系 反正以后我会知道的 那我现在就先叫他小宝贝吧 以后他也要做他一个人的小宝贝 随后一个翻身消失在水中 次日醒来的两人就收到了人鱼丢失的消息 没嗅到受人气息的 他们猜测可能是被流浪兽给抢走了 因为有传闻说服用人鱼的胶珠 就可以在大海里自由行动 这次抢走人鱼可能是为了夺宝 而在近段时间里 附近的部落也频繁有雌性丢失 流浪兽最喜欢到部落里抢夺雌性 尤其是魔鬼城的流浪兽 他们的实力强大 可能还有消除气味的方法 听到这的落远松了口气 还好提前从商城里买了消除气味的喷 而这边听到有雌性失踪的白叶 决定先带落远回猛虎部 可却被云翼拦了下来 表示最近流浪兽横行 他一个人带着小雌性回去太危险 等他忙完手中的事情 就带人送他们回去 最多就再待一天 云翼的言辞啃气 落远不好拒绝 于是就点头答应了 心想再待一天应该也没事 可当天晚上 两人熟睡后 却有个黑影潜入了山洞 他将一块近视的手帕 捂住白叶的口底 确认他昏睡后 直接将小雌性抱走 次日醒来的白叶 只觉得脑子昏昏沉沉的 还没睁眼的他习惯性 摸了摸旁边 没触碰到小雌性的他瞬间清醒 冤冤胆子一向很小 没有他的陪伴 绝对不会独自出门的 他连忙跑到洞外寻找 可昨晚下了一场大雨 仅剩的一点气味也被冲走了 此时的白叶眼皮直条 也围满了兽人 那些雄性表示自己的伴侣也失踪了 白叶很是不解 他们已经跟自己的雌性结了 难道还感受不到雌性的方向吗 一听这话 几个雄性更焦虑了 因为他们根本就感应不到雌性 在兽时 兽人们结履后 可以感应到雌性的大致位置 但如果雌性失去意识 就会无法感应 还有一种更糟糕的情况 流浪兽为了切断雌性与雄性的感应 会刺破雌性身上的契约印记 或者会直接把印记生生割掉 雲翼询问起了事情的筋骨 在结合白叶的情况后 猜测一定是魔鬼城的流浪兽 将雌性们拖走了 随即吩咐那些已经截履的兽人 留在山上保护雌性 剩余的兽人前往魔鬼城的方向寻找 说完又转身安慰起白叶 别担心了 这么多人去找 一定能找到的 白叶点了点头 随后变回兽型随着大部对下了身 这边的雲翼看到逐渐离去的兽群 不由勾了勾嘴角 他没有一起下山 而是转身朝着后山走去 另一边的洛渊醒来 就发现自己出现在一个陌生的山洞里 身边还躺着两个雌性 试探了下鼻息 发现还有气 可怎么叫都叫不行 他想出去看看是什么情况 可以抬脚就差点掉入万丈深渊 只发现头顶十米处有一个小洞口 于是召唤出藤蔓卷珠上面的石头 拽了拽 发现还算结实 可看到脚下的深渊 手心不由开始冒汗 就他这三脚猫的功夫 万一一个没抓牢掉下去就直接打了 正当他还抓着藤蔓犹豫不绝时 身后就突然伸出一只手搂住他的腰 转身查看发现竟然是云翼 所以是他把自己带到这里的吗 此时的云翼也不再掩饰 眼里全是病态的狂热 开始诉说自己对他的爱意 约约你知道吗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喜欢上你了 所以我们截捋好吗 我一定会对你很好的 落约一把甩开了他 我不想跟你截捋 白夜呢 放我出拳 我要见他 小慈性一张口就是那只白虎 云翼的毛子顿时冷了下来 白夜白夜 你眼里就只有那只白虎吗 我的实力也不差 为什么你就是看不到我呢 本想着这次你来到我的部落 我要好好表现一番 可你才带了一天就要走 那我除了把你带到这还能怎么办 你放心 等我们截捋 你生下我们的孩子后 我就带你出去 说着就要对他动手 落冤记的白夜说过 如果慈性要强行解除半个关系 雄性就会遭到弯性般的痛苦 询问他现在强迫自己 就不怕他以后解气他会承受这样的痛苦吗 云翼的眼里充满疯狂 别说承受解气的痛苦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 哪怕让我死也愿意 他一把将落冤拉进怀里 低头就要亲吻他的嘴唇 尽管落冤跟系统对换过同案作为武器 但面对这头熊师他根本就不是对手 急忙转移他的注意 询问地上的那两个雌性是谁 为什么一直昏迷着 云翼满眼的不在意 部落的雌性 一个附属品罢了不用管他 他用手在落冤的掌心蹭着 他真的不想小雌性的注意被别的事物吸引 受试的雌性不是很珍贵吗 你还是给他们喂点水吧 我不希望他们死了 截履这么神圣的事 突然死了人也不太吉利是不是 落冤继续努力说服他 云翼十分不情愿地松开手臂 起身去给那两个雌性喂水 他早就发现他喜欢的渊渊很善良 之所以会把他们带过来 一是为了迷惑重手 第二就是为了拿他逼落冤就烦 怎料喂完谁转过头 就看到落冤拿着一把骨刀 抵在自己的脖子上 小雌性宁死不从的样子 让他很湿脑 你就那么讨厌我吗 为了不与我截履 竟不惜用自己的性命威胁 他气得想上去拿开骨刀 落冤直接用骨刀划破自己的肌肤 一滴滴血珠滚落下来 云翼顿住了脚步 眼中满是愤怒 可他又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忍住怒气走到山洞的一边坐下 他倒要看看小雌性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落冤紧盯着惊世的一举一动 他也不想死 但眼下只能用这个方法将他拖住 只希望白夜能尽快赶过来救自己 可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他举刀的胳膊早已麻木 正想换只手拿刀时 云翼一个飞身冲过来将他扑倒 手中的刀直接掉进了深渊 云翼满眼星红的质问 你为什么只对我一个人这么狠心 而你第一次见到那人鱼就对他那么好 甚至不惜冒险也要将他放走 这件事我都没有追究 你为什么就不能可怜可怜我 落冤吃惊的邓大眸子 你是怎么知道人鱼是我放走的 云翼苦笑一声 部落里哪有那么多流浪手 你们来的第一碗人鱼就失踪了 怎么会有那么巧的事 不过正好可以给你的失踪找了个挡箭牌 现在那只白虎以为你被流浪兽抓走了 已经跑到鬼城那边去寻找 所以你也别指望他会来救你 我最后再给你一个晚上的考虑时间 明天就算是死 我也要跟你截旅 说完就离开了 临走前还不忘用石头把洞口堵住 因为他在来的时候就发现小雌星用条藤蔓在洞口甩来甩去 想必是要趁机逃走 落冤整个人都麻了 这石头他根本就推不开 他想不明白云翼为什么非要跟他截旅不可 他承认云翼的实力确实可以 长得也十分俊美 但他对他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只能祈祷白夜能早点识破他的计谋回来找自己 很快洞口的巨石再次被推开 看着外面的天色 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 云翼将准备好的烤肉和果子递给他 等吃饱后我们就开始截旅了 洛冤紧张地接过食物 在云翼灼热的视线下 将果子递到嘴边 他从未觉得吃个东西竟会如此的艰难 他吃得很慢 尽可能地拖延时间 可吃得再慢也有吃完的时候 云翼小心翼翼地帮他把手擦干净 既然吃饱了 那我们开始吧 还不等洛冤做出反应 就被云翼一把推抖 身上的衣服已经被撕取一大半 尽管泪水已经把势结毛 对方也不肯放手 此时云翼的毛子里全是棚热 虽然现在小慈性哭闹得厉害 但他相信截旅后他一定会喜欢自己的 洛冤拼命挣扎着 可对方就像是一块千斤的巨石 怎么推也推不开 难道这次真的逃不掉了吗 心爱的雌性被人拐走 男人彻底失去理智 一把将始作俑者甩到墙上 是谁给你的胆子感动我的人 云翼不可置信地爬起身 这白虎不是被他引走了吗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 原来白夜前往鬼城的方向追踪时 不仅没看到流浪兽逃跑的痕迹 还发现云翼没有跟上来 想起前几日他看洛冤的眼神 他就感觉不太对 于是脱离了大部队 悄悄返回金狮部落 潜伏在云翼的洞口附近 发现他一大早就带着食物 鬼鬼祟祟的进了后山 身为部落组长的 他不带着兽人们去狩猎 反而做出这些奇怪的举动 于是便跟了上去 结果就看到了 他正在撕扯小雌性的衣服 他愤怒地抓住云翼的衣领 一拳一拳地砸在他的脸上 他要杀了这头不自量力的狮子 云翼的实力比白夜差了一点 但白夜打斗中 还要分出一部分精力来保护洛冤 于是云翼趁机推开他跳到一旁 用兽能操控洞内的碎石砸向白夜 洞内太过狭小 白夜怕伤到洛冤 没敢使用兽能 直接扑过去跟他硬碰硬 被打扰到好事的云翼彻底疯了 出手招招致命 恨不得把眼前的白虎吹成烂脸 很快两人都错了重伤 洛冤趁机召唤出藤腕捆住云翼的一只脚 一把将他往悬崖那边甩 白夜也助力将他踢下去 本以为战斗马上就要结束 怎料云翼突然伸出胳膊 一把拽住洛冤的脚 两人直接划了下去 好在白夜及时抓住洛冤的手 掉在半空的云翼则死死抓住他的脚 满脸都是扭曲和疯狂 我早说过 不论生死 你都要跟我在一起 白夜 你不放手是想一起下去陪我们吗 死心吧 鸢鸢他是我一个人的 就算下去你也只有极度的分 说吧就使用兽能压重自己的身体 一时间洛冤感觉自己的脚像是绑了个千斤锥 整个人都要裂开了 这头狮子真是疯了 白夜一只手紧紧抓住洛冤 一只手使用兽能攻向云翼 这时云翼也出了手 两人同时受了伤 但都不肯放手 可使用兽能也让山洞内的岩石开始摇摇欲坠 看到浑身是血的白夜 洛冤早已气不成声 白夜 你放手吧 别管我了 不然你也会跟着掉下去的 但这时的白夜却还在安慰他 鸢鸢别怕 我马上拉你上来 见此云翼更加疯狂了 白夜 看来你是救不了他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和鸢鸢在深渊里 他再次使用兽能压重身体 三人一点点地往下滑落 看到苦苦支撑的他 洛冤有些于心不忍 他本就是个将死之人 要不是小六把他拉到这个世界 他早就掉下悬崖死掉了 如今不仅能多狗活一段时间 他遇上了两个长得又帅对他又好的男人 他已经很知足了 只是遗憾没能再见到清爵一面 眼看白夜也要滑落下来 他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伸出手一点点掰开他的手指 白夜 放手吧 亲生能够认识你 我已经没有遗憾了 只是不知道我死了 你会不会忘记我了 白夜紧紧抓住他 别说这种傻话 要是你死了 我也绝不读 他再次凝结出手 准备再给云翼一击 损料还没出手 云翼就突然感到手部传来一股凉嗖嗖的痛感 像是被什么东西一刀刀割着 没成就住的他松开了手 整个人直直地掉进了深渊 不过几秒 人影就完全消失不见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森林某处 一条大青芒甩了甩自己的身子 疑惑刚刚到底是谁一直在摸他 简直找死 他的身体只能让小慈性一个人 原来刚刚云翼抓住洛渊的那只鸡 正好有轻觉在上面留的截履印记 他可以隔空感应到小慈性 云翼掉下去后 白夜将洛渊拉上来紧紧抱住 生怕下一秒他又不见了 冤冤对不起 是我没照顾好你 此时的洛渊已然顾不得自己 更加担心他的伤势 让他脱掉衣服看看 但白夜却怎么都不肯让他 表示这点伤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而且这个山洞随时都有可能看看 现在最重要的是先离开这 随后两人将被抓来的雌性 一起带回了金氏部落 第一次见云恒时 洛渊就觉得他是个特别阳光的少年 为了避免部落的人知道 他哥哥的威人而对他产生偏见 于是告诉他们自己是被流浪兽带走 而云翼这个人就当没见过 回到蒙古部落后 洛渊疲惫地躺回了床上 终于回来了 可这时的白夜却突然倒了下去 吐出满口的黑血 洛渊慌忙冲向他 询问下才得知刚才云翼用兽 能打向他时还用力 所以他是撑着最后一丝力气 将自己送到安全的地方 才敢让自己倒下的吗 眼泪不受控地开始往下流 傻瓜 你为什么这么傻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你 白夜温柔地擦去他眼角的内 渊渊别哭了 我身体好着呢 躺几天就没事 可话刚说完 那只大手就无力地锤了下去 洛渊拼命摇晃他的身体 白夜 你快醒醒 你快醒醒了 你别丢下我一个人 不行 现在的他必须冷静下来 他胡乱抹了一把眼泪 伸出双手塑在他的身上 绿光包满全身 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预辱 可毒素却并未消退 这下他慌了 打开商城仔细在里面找到紧 都没发现有解毒癌 他顿时崩溃地痛苦失声 胸口像是被撕裂了一般 疼得喘不上气 难道他真的要失去他了吗 正当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事 小六就跳出来告诉他 治愈术可以解决 只是效果有些慢而已 听到这的洛渊似乎看到了希望 急忙重新把手 附在白夜的伤口上治疗 痴累了就坐在床边休息一会 他不敢一次性把体力耗尽 害怕自己倒下了白夜没人照顾 等恢复了又开始施展治愈术 就这样日复一日 可白夜始终没有要醒来的意思 到最后他终于支撑不住 直接倒在白夜的怀里睡了过去 等醒来时 就发现白夜身上的毒素已经深入毒素 浑身发黑 无论他怎么施展治愈术都无济于事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呼吸越来越 他急得趴在他身上大哭起来 白夜 你别死 你死了我怎么办 你不是想和我截履吗 我答应你 只要你能醒过来 我什么都答应 他整个人几乎快要陷入绝望 就在这时 一道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鸳鸳 你说的是真的吗 你真的同意跟我截履 他感受到一只温柔的大手 扶去他脸上的泪水 下一命 他瞬间从梦中醒来 梦境太过真实 那种弯心的痛让他喘不上起来 透过泪水柠檬的眸子 他看到白夜正怜惜地看着你 他真的醒了吗 还是说这又是另一个梦境 直到白夜用手抚上他的你 感受到他掌心的温度 他才相信他是真的醒过来 所有的情绪在此刻彻底爆发出来 扑进他的怀里大哭起来 你终于醒了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 白夜伸手在他后背轻轻拍打着 鸳鸳乖 不哭了 我没事 是你帮我解的毒啊 而且因为这次意外 我还升到了王间呢 洛渊抬起头看向他 真的吗 太好了 怎料这是白夜再次将他搂进怀里 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 洛渊吃惊的邓大眸子 他刚刚是把梦里的话说出来了 要知道他们跟流浪兽是不一样的 流浪兽可以通过誓咬与雌性截履 而他们这个种族要在一起略略略才行 他支支吾吾地回答 要不 要不再等几个月吧 他决定接受白夜 但是他也时常会想起清爵 毕竟他是自己来到兽室遇到的第一个男人 如果不是他 他早就被野兽吃了 要是先给白夜的话 清爵只怕是会发狂闻 而且他也会觉得愧对于他 他正躲在白夜怀里胡思乱想着 就听到不远处传来隐隐的兽宫声 墨西焦急的声音在洞外响起 鸳鸳白夜醒了吗 部落里来了一个很厉害的流浪兽 不知道其他部落的雌性是不是他掳走 反正你先躲起来 洛渊很疑惑是哪个种族的流浪兽 得知是一条青色的蛇兽 他瞬间明白是清爵回来找自己 此时的白夜心里五味杂陈 那条青蛇实力很强 有他在 小雌性的安全会更有保证 只是以后要多一个人一起分享渊渊了 白夜 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洛渊期待地看着白夜 眼神忐忑中带着兴奋 他很想念清爵 但是清爵真的来了 他又不知道怎么同时和两个男人相处 在兽室当渣女真的是太不容易 白夜点了点了 抱着小雌性朝着部落入口赶去 只见几十只老谷将一条青色的巨蟒围在中间 现场一片混乱 清爵并没有吓死手 一边将扑上来的老谷甩飞 一边表示自己是来找办理的 五足雄性的一听更愤怒 这条蛇兽也太狂妄了 居然敢大白天大摇大摆来抢雌性 还口出狂言 随后又轮番冲上去跟他厮杀起来 洛渊老远就认出那是清爵 看到他被那么多只老虎包围 不禁开始担心起来 催促白夜赶紧过去 白夜怕打斗士伤害到他 于是把他放到一边 霸诚兽请冲到战场中心大吼一声 大家别误会 这条蛇兽是我家渊渊的朋友 现在是过来找他的 不会抢别的雌性 见此大家才停了下来 只是没想到这么美丽的小雌性 居然会认识流浪爽 清爵才懒得搭理他们 立即变回人形 向洛渊张开双手 渊渊过来 他老远就看到了小雌性 拎冷的眸子在此刻也变得柔和起来 见到清爵的洛渊也是眼眶一热 朝着他跑过去 见洛渊激动的样子 除了清爵 其他雄性的心里都很不是滋味 特别是白夜 心想难道渊渊更喜欢那条蛇兽吗 万一他跟他走了 他该怎么办呢 正当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近时 却有几头虎兽朝着这边跑过来 不好了 部落里的雌性被流浪兽抢走了 众兽很是疑惑 流浪兽不就在这吗 哪里抢走雌性呢 洛渊也很疑惑 脚步不由地慢了下来 可这事意外却发生了 他的脚下突然出现了一个直径约一米的大洞 毫无防备的他瞬间掉了进去 等所有人反应过来时 刚才的那个洞口就已经被填皮 刚出关的男人好不容易跟小雌性见上一面 结果又惨遭他人掳走 每天在他面前搔手弄姿试图勾引就算了 竟还想跟他生宰宰 这他哪还能忍 立即带着女孩的二老公火速营救 他闭眼感受着留在洛渊身上的契约印记 发现很迷糊 小雌性应该是昏迷了 于是拿出玉笛放在嘴边吹走 无数条小蛇立即钻进洛渊被掳走的土坑里 没过一会儿 清爵就朝着小蛇指引的方向追踪 白夜紧跟其后 一部分相信他的兽人也追了上去 因为部落里也有不少雌性被掳走 另一边的洛渊醒来后 就发现自己被关在一个大扇洞里 周围还有几十个雌性在扑 看样子也是被抓过来的 这时他看到了两个熟悉的身影 仔细一看 发现竟然是部落里的爱傻和香香 真是冤家路窄 因为白夜喜欢他的事 他们可没少找他的麻烦 此时一个身穿红色长袍的男人走进洞内 褐色的眸童微微眯起 长得倒是俊美 不过脸上的笑容却极为轻浮 让本大人看看 有没有看得上眼的美人 闻言洞内的雌性不由地开始发抖 像是听到了什么很恐怖的话一样 洛渊很是疑惑 询问他们流浪兽真的很可怕吗 毕竟清爵也是流浪兽 他明明对他很好 其中一个雌性小声回答 是啊 听说他们跟雌性略略略之后 就会把对方直接吃掉 一听这话洛渊也忍不住开始发抖 低头试图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长袍兽人居高临下的扫力拳 最后伸手指向艾莎 救他吧 属下很有眼力地把他拖了过来 索奇大人请过目 长袍兽人看着眼前抖如筛炕的雌性 一脸的嫌弃 怎么浑身乌漆骂黑的 是不是故意往身上抹东西想糊弄本大人 既然如此 那便不用再留着你 说吧就释放出几缕蜘蛛丝缠绕在他的脖子上 一时间 艾莎感觉自己的脖子都要被割断了 吓得他急忙大喊 等一下 我知道洞里最美的雌性是谁 索奇漫不经心地开口 是吗 那你倒是说说看 要是本大人不满你懂了 你死得可比现在还要惨 艾莎艰难地转动脖子 用手精准指向洛渊的方向 救他 他叫洛渊 救他长得最美 我们部落的雄兽都很喜欢他 洛渊内心顿时有一万只草尼马飞过 这个老六 不讲武德 索奇一把丢开艾莎 静止走向洛渊 冲击入山洞时 他就隐隐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 随着走近 才发现是从这个小雌性身上散发出来 这个味道倒是很好 本大人非常喜欢 说完就甩出一团猪丝 将洛渊拉到自己的面前 然而凑近一看 不由皱紧眉桶 怎么这么脏 身上全是土 算了 本大人今天高兴 就亲自带你去河边洗洗 洛渊很是无语 你们从地下挖洞把我拽过来的 能不脏吗 但为了自己的小命 还是要再挣扎挣扎 您看错了 我天生就是这么脏 入不了你的眼的 哪知对方听到他娇软的声音 更加喜闻了 扛着他大步朝洞外走去 被捆成粽子的洛渊 急忙呼叫系统救命 然而打了三天三夜 游戏的小六 却正趴在某处呼呼大睡 哪里还记得 自己手下还管着一个宿主 洛渊无奈 只能自己偷偷拿出一把骨刀 准备割断猪王 可吭吃吭吃半天 愣是一根都没割断 而索奇已经将他带到了河边 手提着蛛丝 像涮菜叶般将他放在水里来挥甩 心想这样总能洗干净吧 面对这钢铁直男的骚操作 洛渊气得口吐芬芳 合着你洗澡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事 不过奇怪的是 他发现自己泡在水里并不难受 殊不知是娇人度给他的娇珠起笑了 但被泡在冷水里还是忍不住等了的寒颤 洗完后 索奇将他拽到自己的身前 看清对方样貌的他心脏顿时慢了半排 而后又开始疯狂跳动 发现小磁性在发抖 心里不知怎的净生出了一股怜惜之情 这种感觉对他来说太陌生了 眼中开始浮现出几分柔情 就连带他回去都是用的公主帽 回到自己的山洞后 就开始查看洛渊是否已经截履 聊起裤脚 发现有一个烟青色的脚环 原来是条蛇兽 不过他竟然能忍住没有那种方式截履 他大笑一声 我宣布 以后你就是我的伴侣了 说完就拿出一颗黑乎乎的药丸强行给他喂下 洛渊被呛得剧烈咳嗽起来 这只蜘蛛不会给他吃了什么毒药吧 果然是恶毒的流浪兽 索奇似乎看出小磁性心中所想 解释这只是能暂时屏蔽伴侣感应的意 而且这种药还是限量的 若不是舍不得对他下手 早就像其他磁性那样弯掉他的契约印尽 这个药效能维持一个月 等回到沙漠后 那条蛇兽也就感应不到了 因为药效的发作 千里之外的轻爵果然失去了感应 只能朝着最后感知的方向感觉 索奇给洛渊生了堆火取暖后 就来到洞外让手下们准备这两天回沙漠 得力干将大力很势不解 大人不是为了躲避兽王才主动出来抢磁性的吗 怎么这么快就回去了 一说到这个索奇就忍不住想吐息 最近他就发现兽王看自己的眼神很不对劲 还总喜欢叫自己去贴身陪伴 一开始他还没想那么多 直到有一次兽王用手臂圈住他的腰 他直接下了一击灵 他可是个很直的凶手 怎么能对掰弯呢 于是他决定出去多找几个绝美的磁性送给他 说不定这样兽王就能放过他了 不过现在他改变主意了 眼下只要他和洛渊结了 那兽王就不能再强迫他了 哈哈哈哈 我他娘的真是个人才 他明天就要和这个小磁性结履 想到这的他连忙做了一些烤肉给洛渊送过去 把要结履的是告诉他 一听这话 洛渊顿时感觉手里的烤肉不香了 难道明天就要被吃掉了吗 见小磁性脸色惨白的模样 索奇还以为他是怕疼 安慰他自己会尽量温柔一点 不会很疼的 洛渊很是无语 你别吃一个试试啊 看看会不会疼 不行 他不能坐以待毙 必须尽快逃走 于是在索奇躺下后 视线就时不时往他那边瞟 查看他睡着了没 感受到小磁性的视线 索奇自信勾了勾嘴角 心想自己英俊的容貌果然把小磁性吸引住了 于是调整了下身子 摆出一个自认为很帅的姿势 暗息小磁性肯定被自己迷住了 洛渊耐心等到半夜 见他睡得很熟的样子 捏手捏脚溜出山洞 在身上喷了消除气味的喷雾后 迅速使用青森树逃离 在森林里跳跃一个多小时 终于累得趴下了 他的体力还是太差 不过还是不能停下 他爬起身亮枪的往前跑 跑得越远就越安全 可这片山脉太大 跑了很久还是在林里打断 又坚持了半个多小时 实在跑不动的他直接贪软在地 一个不小心就磕破了手掌 不过跑了这么远 应该安全了吧 怎料熟悉的声音突然从身后响起 怎么 跑不动了 洛渊一转头就看到了索奇站在身后 他吓得差点晕过去 他是怎么找到他的 原来索奇天生嗅觉灵敏 哪怕他使用了喷雾 还是能精准捕捉到他的位置 老爸就无视小慈性的挣扎 强行将他抱走 到山洞后就开始解自己的衣服 洛渊吓得连连后退 你要干什么 本来想明天再截旅的 既然你经历这么好 那不如现在开始吧 然而就在这时 洛渊突然感觉肚子传来一阵巨痛 一股热流从下面涌出 闻到血腥味的索奇顿时明白了什么 然而他却更加兴奋 如果他们过几天再截旅 那说不定还能怀上宰子 如果有了小宰子 那小慈性会更加喜欢他的吧 而此时的洛渊哪里还顾得上他 肚子疼得几乎快要晕过去 他一直都有公寒的毛病 每次姨妈初期都疼得让人想死 见小慈性痛苦的样子 索奇心疼地用瘦皮将他包裹住 用瘦能调高体温把他抱在怀里 他们出门没带无衣 希望这个办法能让他快点好起来 此时的洛渊已经没力气再推开他 迷迷糊糊地就睡了过去 看着怀里娇小的慈性 索奇心底一片柔软 他可是冷血的流浪兽啊 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 会这样喜欢一个慈性 以前他倒是听说过 有些流浪兽节旅后就会吃掉慈性 虽然是少数 但他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这么柔弱的小东西 怎么会有受人忍心伤害他呢 他恨不得把他供在心肩上 因为有了索奇这个人工恶魔 四日醒来的洛渊发现自己好了许多 但一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他得做点银麻精垫着才行 于是告诉索奇自己饿了 想吃点果子 见洛渊会主动讨食 索奇开心坏了 临走前让手下大力在山洞守好他 等索奇走后 洛渊又表示自己很浪 想让大力去捡点茶回来生活 大力本想拒绝 可看到小慈性那期待的小眼神 直接忘了老大刚才说过的话 屁颠屁颠跑了出去 这可爱的模样 让洛渊感觉流浪兽 也不像传闻中那样 一想到清觉一个流浪兽 也对他那么好 也就释然了 商城没有姨妈精 他只能换了一些碎布和棉花自己做 又从空间拿出一身同款衣服换上 做完这些索奇和大力也赶了回来 把果子递给他后 就开始给他做烤肉 这时洛渊忍不住询问 你会吃掉我吗 索奇很是疑惑 他们有食物 他为什么要吃掉它 突然他想到了什么 解释那只是部分些兽在生结和发情期 没控制住自己 所以才会把雌性吃掉 而且那也只是传闻而已 这时他又露出一个坏坏的笑容 如果你说的是那种吃掉的话 我也是很乐意的 一听这话洛渊变得大胆起来 瞪了他一眼起身走到一边坐下 这是一名兽人突然急匆匆地来抱 大人不好吗 有几个兽人把我们的人都杀死 听到这话的索奇 立即将洛渊一起抱过去看看 他不放心将他一个人放在这 走出山洞没多远 就看到一群兽人 最前面的是条青蟒和白发兽人 这些天青爵和白夜不眠不休地 跑了不少弯落 今天上午经过这片山林时 就突然闻到一股属于小雌性的香味 最后在一块小石头上 发现一股淡淡的血迹 立即在附近搜索起来 结果就发现了关押雌性的山洞 却没在里面发现洛渊的身影 询问下才得知他被单独带走了 现在看到小雌性安然无恙 两人才松了口气 青爵眼神冰冷地看着索奇 把渊渊还给我 我可以饶你不死 索奇满脸不屑 渊渊是我认定的伴侣 凭什么给你 听到这话的青爵怒火瞬间被点燃 真是找死 他用蛇尾扫向索奇的腿部 此时的他已经是黄街 实力远远超过黄街的索奇 但估计洛渊的他只用了一成的功力 索奇一边跟青爵缠斗 一边抱着洛渊 明显打得有些吃力 眼见蛇尾带着锋刃甩到眼前 怕伤到洛渊的他索性被过身接触 这一味力度不是很大 但他还是喷出了一口鲜血 白夜趁其用光能激动他抱住洛渊的那只狗狗 索奇手臂一动 洛渊直接滑了下去 青爵立即用蛇尾把他卷到自己的怀里 数月不见 急剧的思念让他忍不住将手臂紧了又紧 洛渊也乖乖地依偎在他怀里 见到这一幕的索奇不由哭笑一声 这条蛇兽的实力太强 看来他这次是带不走小慈性了 不过渊渊 以后我们还会见面的 说完就拉住正在发呆的大力 使用蛛丝逃离了现场 白夜本想带人追上去 却正好听到洛渊小小的痛哭一声 他慌忙跑了回来 渊渊怎么了 哪里难受 我肚子疼 洛渊可怜兮兮地看着他 洛渊娇滴滴地撒着娇 表示自己想喝热水 此时的清爵眼里满是柔情 低头亲了清小慈性的额头 此后冷着个脸让白夜去烧 白夜迅速从空间拿出石锅和碗 自从有了洛渊 他的空间一直都常备着这些生活用力 很早清爵就嗅到了小慈性身上的血腥味 询问他是不是来那个了 这时白夜也看向他 洛渊顿时感觉好久 不想回答这个问题的 他把脸埋进了清爵的怀里 两名雄性同时笑了起来 其实他们和洛渊在一起不是为了生子 但在寿室 有了自己的宰宰 对争宠会更加有力 清爵无比希望能生个慈子 因为寿室的雌性都更喜欢毛茸茸的幼崽 雄性的小蛇并不得宠 但慈宰一生下来就是人形 胖嘟嘟的样子 渊渊一定很喜欢 而白夜却没有那么多顾虑 只要是渊渊生的那都是他的宝 没一会儿功夫水就烧开了 白夜将水善凉一些地到他嘴边 洛渊乖巧地低头喝了几口 瞬间感觉整个身子都暖和 还是待在清爵和白夜的身边更幸福 清爵看到小雌性唇上挂着水珠 伸出蛇性子在上面填了体 洛渊吓得急忙捂住自己的嘴 这清爵也真是的 白夜还看着呢 这样多不好 哪知白夜突然站起身 也在他额头上落下一领 清爵黑着个脸瞪了过去 白夜也毫不示弱 洛渊一时间不知该说些什么好 他好像已经看到了未来的自己 为了红两个娇夫而身心俱疲的样子 而被救出来的艾莎正好看到这一幕 他本就因为白夜喜欢洛渊而对他怀恨在心 本想借此机会让流浪兽将他吃掉 没想到他居然还好好的 等回到部落 他一定要想办法将他除掉 女孩刚穿到寿室就搂了两个娇夫 不仅长得帅还都是顶级恋爱呢 只要能跟他在一起 哪怕以后宰宰不是自己的也无所谓 就是现在每天为了争宠争的头破血力 只是简单的吃顿饭 都要和小雌性贴在一起 于是画风就直接变成了这样 明明饭桌的位置那么宽 而他却被挤到了中间 原来洛渊一行人被救回来后 清爵就住到了蒙虎部落里 族长爱慕原本是不同意的 但碍于自己的慈宰也是他救回来的 其他雄性也怕他会将洛渊带走 于是纷纷求他留下 清爵虽然为了洛渊的生活保障 同意暂时住在这 但也不会给其他雄性靠近他的机会 回到白夜所住的山洞后 就开始在里面四处打量 对这个居住环境还算满意 看来这只白虎对渊渊还算不错 他把小雌性放到床上后 就在旁边也开凿了一个山洞 他才不要跟这个白虎一起住 洛渊见他们这些天威 就自己在外更多这么多天 于是准备做顿火锅 犒劳犒劳他们 他用爱一直在商城里 兑换了一包火锅底样 随后开始在厨房一顿捣补 白夜一边给他打下手 一边把制作的步骤 默默记在小本上 下次他要亲自做给小雌性食 很快一下午过去 洛渊做了满满的一桌 清爵也已经把旁边的山洞收拾成街 不仅十凳桌子木床一音俱全 甚至连桌上的花瓶都插上了鲜花 不得不说兽人的效率就是高 洛渊把他叫过来一起享用美食 他开心地跟他们介绍着火锅的吃 保证吃了永生难忘 然而两个雄性的注意并不在此 两双眼睛都恨不得贴到小雌性的身上 看他吃得脸蛋通火 白夜猴姐忍不住不动 真的好想把他抱在怀里 而清爵可比他永多了 手臂一伸 直接把洛渊拉到了自己的大腿上 抬起他的下巴就吻了上去 洛渊整个人都骂了 这清爵怎么动不动就轻轻啊 他手忙脚乱地将他推开 我还要吃饭吗 怎料这边的清爵还没松手 那边不服气的白夜也贴了上来 加起一块肉地到他嘴边 我喂你 洛渊无语极了 怎么吃个饭要费这么大的劲 明明桌子那么大 却偏偏要挤成一团 清爵没好气地白了白夜一眼 这十天渊渊跟我住 以后每人一天 白夜虽不情愿 但还是点了点头 万一把蛇兽惹目 他直接将小雌星带走 他就很难再找到他 毕竟他还没跟洛渊结履 感应不到他的位置 被指在中间的洛渊满头问号 这两人都不问问我的意见了吗 夜晚 清爵刚把洛渊带回自己的山洞 就退去了身上的长口 很自然地把他的手 放在自己的腹肌上 我记得你很喜欢这个 那就摸吧 想怎么摸都可以 洛渊顿时羞红了脸 他当初不就看了一眼白夜的腹肌吗 他怎么到现在倒还记得 他一点点地把手收回 表示不用 然而话还没说完 就被清爵直接搂进了怀里 是吗 那就该换我了 洛渊慌乱地想要将他推开 哪知清爵直接露出受伤的小表情 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见到你 就是想亲亲你而已 不干别的 洛渊一时心软 放弃了挣扎 急剧的思念在此刻爆发出来 清爵在小雌星身上吻了个遍 顺势吻到了唇上 半天不见对方回应 他疑惑地抬头 发现小雌星竟然已经睡着了 清爵很是无奈 可看他睡得如此香甜 也不忍心再打扰 抱着他一块陷入了梦乡 一夜不见 白夜发现洛渊身上的蛇兽气味越来越浓 眸光不由地暗了一瞬 他带着沉重的心情去做走餐 洛渊一眼就看出了他的不对 怕清爵吃醋 于是趁着清爵不注意上去亲了他一口 一时间 白夜的尾巴差点翘到天上 看来小雌星还是很在意他 心情大好的他超常发挥 做出了之前从未做过的菜式 洛渊看着满桌的美食 再看看英俊迷人的白夜 直呼真是剪刀宝了 一听这话清爵可不乐意 固满地将他拉到怀里 不就是吃的吗 我明天也给你做 洛渊闻到空气中散发的醋 赶忙安復 你和白夜分工不同 你给我做的衣服我就很喜欢 清爵听完心里顿时乐开了花 自信地仰起头 没错 小雌星还是很需要他 他跟这头白虎叫什么劲呢 过两天他要再给鸢鸢多做几身裙子 洛渊见他神色黄 默默地松了口气 在寿室当渣女真的是太不容易 一想到后面还要再找五个伴侣 才能躲过来 他就感觉有些头疼 现在两个都有点哄不过来 而两个雄星被他顺过毛后 就像只黏人小狗狗一般 开始对着他摇尾巴 不是给他加财 就是给他倒水 还时不时地再抛个媚眼 这边的一家三口甜蜜蜜 另一边就有人不高兴了 眼看白夜一门心思都在洛渊的身上 爱莎急地找到爱慕 阿富你快想想办法 再这样下去 白夜都要跟那个野雌星截履吧 白夜是部落的第一勇士 爱莫很早以前 就想让他跟自己的雌仔截履 这样也好巩固爱莎在部落里的地位 原本他觉得部落的雌星越多越好 可要是威胁到了自己的雌子 那也只能除掉了 清爵的实力过于强大 他们决定等他出去狩猎 然后再把白夜支开 到时候两个强大的雄星都不在 不怕搞不定一个瘦小的雌星 没过几天 他们终于等到了清爵出去狩猎的日子 洞内的洛渊正在交白夜链子 就突然有个兽人跑了进来 说有几十头熊兽带着猎物 来到部落想换几个雌星 他们不同意 后面双方就打了起来 因为很多兽人都出去狩猎了 人手不够让白夜赶紧去看看 白夜有些迟疑 虽然小雌星在部落里相对安全 但他还是不太放心留他一个人在这 洛渊却笑着把他推出洞外 表示自己有疼乱短命 让他放心去 听到这个白夜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可当他走远后 洛渊就发现洞内突然出现一股白雾 还没反应过来 就直接晕了过去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苍狼部落 风急正在山头上训练 但满脑都是洛渊的身影 自从那条蛇兽出现后 他就再也没去过白虎部落 蛇兽的实力太强 对小雌星的占有欲更是强得可怕 所以他现在只能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识 要是达到了黄阶还可以与蛇兽一阵高下 正想着 就有一个狼兽跑过来汇报 说有个猛虎部落的雌星来找他 然而在部落入口看到的人却是香香 他身后跟着一个熊兽 熊兽肩膀上还扛着一个大兽皮卷 发现不是自己想见的人 风急的语气顿时冷了下来 你找我什么事 如果这个香香不是猛虎部落的 他连话都懒得跟他说 可对方却表示要跟他做个交易 还是跟洛渊有关的 但是必须要在一个没人的地方进行 风急一听跟洛渊有关 就将他带到了自己的山洞 香香让熊兽把兽皮卷放在地上 随后让他出去等自己 眼看洞内就只剩下他们俩人 他缓缓解开兽皮卷的意境 洛渊白皙的小脸露了出来 风急见他闭着眼睛一动不动 焦急地想上前看看 却见香香突然拿出一把锋利的骨刀 抵在洛渊的脖子上 我说了 我是来跟你谈条件的 只要你答应帮我办件事 我就把它送给你 风急强忍着怒气 询问他什么事 只见香香拿出一包合欢粉 很简单 今天傍晚日落实 你把白夜引到我们部落小河边的树林里 然后再将这个撒在他身上就可以了 另外再把外面那头熊兽给杀了 还要对今天这件事保密 担心洛渊的风急一口答应 但香香却要求他向兽神发誓 毕竟这里的兽人都十分信仰兽神 风急见此乖乖照做 等发完事后 香香才收起了骨刀 风急赶忙上前打开兽皮卷 在洛渊身上检查一番 发现没有伤口才松了口气 见他这副样子应该是中了一样 此时洛渊只感觉脑袋晕乎的 他努力地睁开双眼 看到的却不是清觉和白夜的身影 风急见他醒来 声音顿时都变得温柔了 鸳鸳 你感觉怎么样了 然而还没等他开口说话 香香就朝着他撒了一把合欢子 风急气得单手掐住他的脖子 你在干什么 香香却是满脸的笑意 你不是一直都很喜欢他吗 我是在帮你啊 过了今天 他就是你的了 还有 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 听到他的话 风急咬着牙松开了手 香香见此得意地笑出声 他对自己今天的表现非常满意 原本他们最初的计划是和熊兽商量好 让他们配合演戏到部落里闹事 而他则趁机使用迷药将洛渊带走 等事情办好后 除了洛渊 他们部落在补偿熊族一名慈禧 而在熊兽带走洛渊的途中 再给熊兽撒一包合欢粉 到时候蛇兽发现洛渊出事 也只会到熊族去寻仇 可后来他却改变了主意 他才不要帮助艾莎得到白夜 要是他们结了旅 他可就再无机会了 于是就想到了苍狼族的少族长风急 他早就看出他对洛渊有意思 不如利用他帮助自己得到白夜 到时候他可以跟爱慕说 是狼族的风急杀了熊兽 又抢走了洛渊 毕竟狼族是猛虎部落 通往熊族的必经之地 风急出现也不奇怪 最后不管蛇兽找风急寻仇 还是找别人 都和他无关 他提醒让风急赶紧办事 随后扬长而去 这边的洛渊感觉脑袋更晕了 浑身都很难受 风急也觉得自己的身体逐渐变得燥热 因为刚刚香香撒药粉时 只怕他会受不了 等渊渊清醒了 无论怎么对他 他都认了 从此以后 他的这条命都是他的 于是缓缓把手伸向了洛渊 截履了截履了 纯情的大青蟒 终于正是跟心爱的雌性截履了 这下小雌性终于完完全全地属于他 原来洛渊遭到暗算中了何欢粉 同样中招的风急刚想帮他缓解 不料却被一条粗壮的青色蛇尾 狠狠甩到石壁上 心觉抱起洛渊 看着他那不正常的小脸和滚烫的身体 立马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幸好他来得及时 他原本是在蒙虎部落附近狩猎 却突然发现伴侣感应离他越来越远 于是便顺着找了过来 他眼神冰冷地看着地上的风景 掘起尾巴就准备给他致命一击 怎料突然被一道中年雄性的声音喊听 是苍狼部落的组长风讯 只见他把香香丢到地上 我刚才已经问清楚了 都是这个蒙虎部落雌性的阴谋 是他给洛渊雌性下了药 吃了只怕会对他的身体造成伤害 清爵看了一眼浑身发烫的洛渊 发出一声冷哼 暂且放过你们 但地上这个恶毒的雌性 他绝对不会放过 只见他露出锋利的疗眼 将口中的毒液喷射到香香的脸上 香香痛苦地捂住自己的眼睛 只感觉浑身像是烈火灼烧一般 没过几秒 就直接变成了一摊烂肉 清爵嫌弃地瞥了一眼已经僵硬的雌性 随后抱着洛渊离开 见此风寻松了口气 这条蛇兽实力太强 如果真的跟他打了起来 就算他们部落的人一起上 也不一定有胜存 另一边的清爵迅速在外面 找了一处隐蔽的山洞 从空间拿出几张兽皮垫在地上 把小雌性放在上面 此时的洛渊只觉得浑身滚烫 不自觉地往对方身上贴 清爵强忍着心中的欲望 询问他是否能认出自己 洛渊努力睁开双眼 熟悉的身影让他感到心安 他开口唤了一声清爵 随后整个人钻进他的怀眼 得知小雌性能认出自己 清爵尾巴一甩 用一块大石头将洞口堵住 冤冤别怕 一切交给我 一夜过后 等洛渊再次睁眼时 感觉脑子清醒了不少 不过却发现自己躺在清爵的臂弯 意识到他俩发生了什么 小脸不由一红 清爵笑着把他搂进怀里 这下小雌性终于完完全全是他的 为了避免白夜担心 两人很快回到了部落 白夜看到小雌性没事 才松了口气 晚上吃饭时 清爵突然想起一件事 于是退去了上衣 让他们看看自己的胸口 两人闻声望去 发现那里赫然出现一朵半透明的鸢尾 一般在受视节旅后 雌性的兽型就会出现在雄性的心口处 他们有些疑惑 为什么出现的会是一朵花 难不成洛渊是个小花妖 洛渊也有些吗 如果说雄性身上显现的是雌性的兽型 那自己不应该是个萌萌的小美女 两人看着洛渊的表情不像作假 猜测他可能不知道自己的本体是朵花 不过清爵倒是很喜欢这个印记 穿好袍子后还时不时的伸手进去摸一下 露出满足的小表情 这都把洛渊整无语吗 这还是那条冷冰冰的蛇兽吗 白叶则是满满的羡慕 用期待的眼神看向小雌性 渊渊 我们什么时候能截捋 此话一出 洛渊突然感觉蛇兽不善的目光刷地看了过来 直直无无表示半个月后 现在清爵正是黏他的时候 要是短时间内他肯定会生气的 果然听到是半个月 清爵紧绷的俊脸明显松弛下来 而听到这话的白叶则开心地将他搂进怀里 很期待那天的到来 短料醋刚打翻的清爵突然将他挤开 说了这些天渊渊跟我住 既然吃饱了那我就先带他回去 经过昨天的那件事 清爵就彻底受性大发 与他不眠不休了几年 这段时间洛渊只感觉浑身酸痛 好在温柔的白虎会时常过来帮他按摩 心情大好的清爵则一口气给他做了一堆好看的裙子 这时墨西慌慌张张地找到白叶 说熊兽又跑到部落来闹事了 而且他们这次还是全族出动 说什么必须要给他们几个瓷刑 不给就直接下死手 让他赶紧过去帮忙 白叶有些纳闷 熊兽最近怎么老是找猛虎部落的麻烦 这时他想到洛渊被救回来的第二天下午 他专门去找过风景 他说是香香带着一个熊兽去找他做交易 这样看来他们应该是一伙的 但香香已经毙命 熊兽却还能到部落里来闹 那幕后黑手一定另有七元 一定是他们之间有某种交易没有达成 讨论过要不要离开部落 但兽朝马上就要来了 每到这个时候发情的野兽就会到处乱撞搞破坏 他们队伍庞大危害心又强 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为了最大限的保证洛渊的安全和舒适度 一定要待在部落等到兽朝过了才能离开 但为了炸出爱慕的阴谋 他让清爵暂时不要出面 而他也和墨西商量好 在和熊兽打斗中不使出全力 看看爱慕到最后会如何解决 果然躲在洞内的爱慕急得团团转 他原本承诺只要把洛渊除掉 就给熊族送两个雌信 洛渊算一个 香香算一个 香香在部落没有什么亲缘 就算不见了也不怕有人会找他的麻烦 于是就哄天让他一定要亲自看到洛渊被送到熊族 可谁知他竟擅自做主把洛渊送去苍王部落 还把自己搭了进去 一个雌信都没得到的熊族自然就跑到部落里来闹事 而外面没有清爵的助力 又在白夜和墨西的卖力表演下 虎族渐渐地落了下风 爱慕听着熊兽胜利的吼声 心想这下完了 他想找个地方藏起来 可他是族长 必无可避 于是硬着头皮出面 挤出笑容邀请熊兽头领到自己的山洞来商量 兽人们焦急地在外面等结果 许久之后 两个族长走了出来 熊兽头领一脸得意 爱慕则强装笑脸 我们都商量好了 咱们虎族一向和熊族关系良好 熊族族长说了以后咱们部落有任何需要 他们都会第一时间帮忙 同时为了表达感谢 咱们虎族将送给熊族三名为截履的雌性和一千头猎物 此话一出 底下的虎兽都纷纷表示抗议 他们部落的雌性本来就少 现在竟然还要送出去三个 还是为截履的雌性 实在不行就接着打 爱慕脸上难看极了 没想到族人会这么不给面子 如今熊兽占据上风 他只能用这些来平息他们的怒气 不知道洛渊已经截履的他也存了点小心思 可以趁机把他推出去 他长得又美 一定会被熊兽一眼相中 而蛇兽必然不会答应 到时候他们肯定会打起来 最后不管是哪边赢 他都是获利的一方 他无视兽人们的反对 念出部落里所有为截履的雌性 一听到洛渊的名字 兽人们顿时怒了 要把这么美的小雌性送出去 除非先打死我们 几个爱慕洛渊的雄性偷偷跑去煽动暴行 而被选中自家磁宰的兽人也愤怒地提出质疑 爱莎也没有截履 为什么没有他的名字 爱慕极力控制局面 让大家冷静 可激动的兽人们根本就不听他的 这时爱莎气冲冲地走了出来 我可是部落里最美的雌性 怎么能去别的组 兽人们看着皮肤黑漆漆的爱莎 差点没忍住笑出声 是啊 好美 跟个鬼一样 爱慕着急地把爱莎推回去 心想这傻宰子怎么这个时候跑了出来 雄族头领看到这局面不禁勾存音响 看着架势虎族今天没准就解散了 到时候他还能多抓几个雌性回去 这时人群外突然传来一道冰冷的声音 是谁想把我的伴侣送出去 烟青色的毛子饱含杀意 黄街的威压直接释放出来 离得近的兽人都感到一股是股的寒气 要知道放眼整个兽是大陆 能达到黄街的兽人也就只有几个而已 而爱莎仿佛见到了救星一般 直接反水说是那些雄兽想要他家的洛渊 清觉把怀里的小雌性交给白夜 随后冲着爱莎冷笑一声 寒霜的烟青色毛子似乎能洞穿一切 想害我家渊渊的人一个都别想跑 说完用尾巴用力一甩 将熊族首领死死缠住 骨头断裂的声音传了出来 此时爱莎内心满是得意 只要清觉杀了这熊兽 就不会有人知道他的计划 怎料白夜出生将清觉拦下 表示自己有话要问他 听到这话的清觉狠狠将熊兽甩到地上 熊兽首领嘴角溢出鲜血 疼得浑身直冒冷汗 白夜走到他的面前 说吧 你们熊兽最近为什么总是来猛虎部落挑衅 如果不想死的话 你最好说实话 熊兽首领也很诗诗误 把爱慕跟他们合作算计落冤的事 还有他们之间的交易全盘拖出 虎兽们听到这些话 也明白过来爱慕为什么要将落冤赶走 毕竟他的慈宰想跟白夜截履的是众所周知 事情败露的爱慕面如死灰 艾莎却还在那口不择言 自从这个也慈性来到我们部落 就成天勾三大四的 你们的魂都快被他勾走了 我阿富把他送走也是为了你们好 怎料话刚说完 就被清觉直接用尾巴甩到熊兽群 你们不是想要慈性吗 以后他就是你们的了 白夜也上前附和 既然咱们两族交好 那就不要计较那么多了 今天你们也得到了一个慈性 也不算来来 之前的事就一笔勾销 现在我们要处理族内事物 就不留你们了 熊族头领深知清觉实力的可怕 哪里还敢多说什么 敢忙带着心得的慈性离开 场地瞬间空了大半 连空气都安静了下来 清觉转头用鹦鹉的目光盯着爱慕 此时的爱慕还想为自己辩解 清觉才懒得听他啰嗦 用尾巴死死将他缠住 呼吸不过来的爱慕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态度 但考虑到洛渊在场 怕会吓到他 清觉并没有下死手 而是捏碎了他身上大部分的骨头 毕竟活着受罪才是对他最好的惩罚 做完一切就抱着洛渊扬长而去 白夜也准备跟上去 却被受人们拦住 像爱慕这种人已经不配在担任组长的位置 想让白夜来带领大家 毕竟在整个猛虎部落他的实力是最强的 而且他为人和善对部落的贡献也很大 白夜本想拒绝 但在大家的不断劝说下还是暂时答应了 回到山洞 他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洛渊 紧张地询问他会不会因为自己没跟他商量而生气 洛渊很是疑惑 他为什么要生气 因为你是一家之主啊 咱们家所有的事都是你说了算 这时洛渊才意识到受试一切以慈性为主 但他才不想当什么一家之主 多累啊 必须把这活推出去 于是主动抱住了白夜 在咱们家每个人都是自由的 个人的是自己做主就好 共同的事可以一起商量 不知道对方小心思的白夜感动极吧 渊渊你真好 我能遇到你一定是受神的格外恩慈 以后我们要永永远远地在一起 计谋得逞的洛渊还在感叹受试的男人真好 怎料一旁的清爵突然甩了一下尾巴 洛渊顿时明白他这是吃错 赶忙补充的 对对对 还有清爵 咱们三个要永远在一起 听到这话的清爵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时他把新做好的裙子递给他 让他试试 这些都是洛渊之前在商城兑换的各种颜色的不留 他给清爵画了不少裙子的花样 清爵很聪明 一看就会 但他也不想在大白天当着他两个面换衣服 于是让他两先出去一下 可清爵跟白夜的脚像是伸了跟似的 不走就算了 还用火辣的双眸看着他 不行 现在就换 你要觉得麻烦的话我们可以帮你 这下洛渊整个人都不好了 早知道就不把一家之主的位置推脱掉了 至少还可以号令他们 转眼又过了几天 这天洛渊发现清爵一直拉着他 晚上吃完饭后又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山洞 甚至越走越远 他有些奇怪 想追上去问问他是不是心情不好 白夜却将他拉了回来 用灼热的眼神看着他 你忘了吗 今天是我们正式节旅的日子 洛渊小脸瞬间爆红 他还真把这件事给忘了 怎么办 他还没准备好呢 虽然跟清爵很多次了 但他还是很紧张 而此时的白夜已经越靠越近 他的呼吸变得越发粗重 他用一只手搂住小慈性的腰 另一只手拖住他的脑后 低头去寻他柔嫩的唇 洛渊慌乱地叫提他 结结巴巴地询问他能不能变出尾巴 他想摸摸 他现在太紧张了 打算在拖延拖延时间 白夜脸色微红 因为那是受人最敏感的地方 但面对小慈性期待的小眼神 还是变出尾巴放到了他的手上 然而不知情的洛渊 只觉得这毛茸茸的手感很好 抓起他的尾巴一顿柔琢 白夜感觉自己的脑袋都要炸开了 他闭上眼睛强忍着 直到小慈性顺着摸到了尾巴根 他再也绷不住了 必把将小慈性搂进怀里 此时的洛渊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然而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白夜低头吻上他的唇 这是一次全新的体验 他从来不知道一向温柔的白夜 竟然也有这么疯狂的一面 直到第二天太阳升起 白夜才依依不舍地放过他 过度劳累的洛渊直接睡到了大中午 再次醒来时 发现守在身边的人却是清觉 疑惑地询问白夜去哪了 这话立马引起了清觉的不满 一把将小慈性抱到腿上 怎么刚醒就找他 洞外听到声音的白夜 端着一碗肉汤跑进来 此时的他又变回了原来那温柔的梦 拿起勺子递到他嘴边 白夜的手艺一流 洛渊喝了满满一大碗 这时他发现今天白夜的衣服松松滑滑 整个腹肌都露了出来 心口处的赤红小花若有若现 他忍不住开口调侃 白夜 你也长出小花了 殊不知这是白夜故意录给清觉看的 有了小慈性的提问 更是迫不及待地将袍子承下 兴奋地坐到他面前让他看看 还要看看他脚踝有没有出现结理应景 果然洛渊纤细的腕骨上 拨出了一条乳白色的脚魂 而一旁的清觉也成功被他气到 他现在觉得这只白虎真的越看越不顺眼 有种想将他堵死的冲动 洛渊敏锐地察觉到他的异样 赶忙在他脸上亲一口 随即拉住两人的手 咱们三个永远是一家人 要相亲相爱不许内战哦 清觉没有说话 只是白了白夜夜 白夜则点头答应 这边的洛渊每天搂着两个俊美交付 生活过得毫不惬意 另一边的艾莎就没那么好命了 被带回熊族短短几天 就交尾了几十个熊警 此时的他眼中满是怨主 自从洛渊那个也辞醒来到波罗 他的苦日子就开始 不仅失去了尊贵的身份 还成了熊兽们的发泄工具 他发誓一定要离开这里找到洛渊报仇 要亲眼看到他凄惨痛苦地死去 至于怎么离开 他第一时间想到了自己的一个追求者白头鹰 那是上次他去北寿城带回来的 前段时间他回去看他阿娘了 现在算算时间应该也跨回来了 他脱下白头鹰送给他的羽毛砍尖 随后抓住地上的田鼠 用草绳把羽毛绑在他的腿上再放出去 熊兽的地盘是北寿城前往猛虎部落的必经之地 白头鹰一定会发现他的 果然没过几天 飞过熊兽领地的白头鹰就被地上乱跑的田鼠所吸引 本打算抓来当早餐 结果就在上面看到了自己的羽毛 还隐约闻到了艾莎的气味 正好这个时候熊兽们都出去狩猎了 于是很顺利地在山洞找到浑身脏兮兮的艾莎 很快两人逃出了熊族部落 在一个小山头停下来休息 他将一块烤的躯黑的肉递到艾莎面前 现在在外面让他先将就一下 艾莎却嫌弃地拍开 甚至把这些天兽的气撒在他身上 白头鹰狠是无语 感觉这个雌性可真难伺候 上次他来猛虎部落他的阿娘就不同意 看不上小部落的雌性 可能使得他就是喜欢艾莎这款的 于是在他身边任劳任怨 可在这里不是被打就是被骂 兽巢的尾巴 据他观察 兽巢很快就会经过猛虎部落 想到之前跟艾莎相处过一段时间 最终决定回来报个信 让他们做好备战的准备 但艾莎不仅要隐瞒情报 还要亲眼看着他们被踩成肉泥 特别是那个野雌性 想到这他立马让白头鹰 把自己带到猛虎部落附近躲起来 他要静静等待复仇那天的到来 此时洛渊正带着兽人们去收前几个月种的菜 准备再教他们做一些新的菜式 这时一旁的清爵突然察觉到地面在微微颤动 迅速将小雌性抱进怀里 通知白叶兽巢来了 听到这话的白叶立马变得严肃起来 让一部分雄性带着雌性和小兽人前往山顶 而他则带着另一部分兽人在山脚和山腰阻挡兽巢 之前他们就在山脚挖了一大圈陷阱 还在里面装了很多树起的尖词 争取多杀几只巨兽 虽然提前做了不少准备 但大家心里都没底 因为今年的兽巢来得太晚 根据以往的经验 兽巢来得越晚 规模就越大 巨兽就越难对付 所有人都变成兽形做好战斗的准备 这边的洛渊已经跟着大部队来到了山顶 大家心里都很忐忑 没经历过兽巢的洛渊反而很轻松 躺在清爵怀里昏昏欲睡 不知过了多久 地面上的震动越来越剧烈 洛渊被山脚下的声音所惊醒 抬眼望去 只见天边浓烟滚滚 黑压压的巨兽像风暴般朝着这边袭来 锁过之处河水断裂 树木轰然倒下 躲避不及的小动物直接被踩成肉泥 两三米高的虎兽们在他们面前 更是像小猫见到了大象 看到这一幕的洛渊整个身子都凉了 震惊间 巨兽群已经扑到了山脚下 很快虎兽跟他们扭打在一起 整片山脉顿石笼罩在尘土和震天响的兽吼中 洛渊已经不敢再看山下的激战 清爵用兽门调高自己的体温 紧紧将他抱在怀里安慰 别怕 有我在 清爵的怀抱让洛渊感觉好受血 他很想去找找白夜的身影 可他眼神不好 看不到下面 只能在心里祈祷希望他能平安归来 远处的艾莎看到巨兽真的来了 忍不住疯狂大笑起来 他爬上白头鹰的后背 让他飞高点 以便更清楚地观看战况 这时已经有一部分巨兽越过山脚 朝着山顶冲过来 洛渊从清爵怀里正脱开 让他专心打巨兽 自己则跟其他雌星待在一块 清爵虽然很想和小雌星在一起 但巨兽数量太多 他必须全力以赴 很快他就和其他雄兽 变成兽型分散在雌星们的外围 准备随时猎杀冲上来的巨兽 不过几个钟 巨兽再次冲破山腰的房间 朝着山顶这边袭来 清爵他们很快就跟巨兽缠在了一起 这些巨兽的体型太过庞大 就像一栋的小山包 给人以极大的压迫感 好在清爵的实力强大 还有其他雄兽们的帮忙 雌星们才能安稳地待在原地 这场激战从中午一直持续到凌晨 巨兽死伤惨重 兽人们也都挂了踩 看到没有巨兽再冲上来 大家才敢坐在地上休息 洛渊赶忙上前查看清爵的伤势 使用治愈术为他治疗 在这途中他看了看山下 发现巨兽越来越少 心想这次的危机应该很快就能过去 怎料清爵突然警惕地看向他的身后 洛渊疑惑地转头望去 只见三只巨型怪兽正思索着朝他们这边袭来 雄星们纷纷抱着雌星躲开 这几只明显比之前见到的还要巨大 清爵跟他们打起来有些吃力 更何况他已经不吃不喝打了半天了 体力消耗的实在太多 很快他的身上就被撕咬出几个大口 洛渊看着不由红了眼光 可他不敢哭出声来 害怕会影响他的注意力 这边的清爵尽管受了伤 但伸手还是很敏捷 他挥动锋刃在巨兽身上滑开无数道口 并趁机注入毒液 巨兽的动作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慢了下来 这时安顿完其他雌星们的雄兽也赶过来 见此洛渊知道清爵快赢了 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 怎料刚松了一口气 身后就突然出现一只手捂住他的嘴巴 另一只手则拦住他的腰 紧接着整个人被带到了天上 他拼命挣扎 可他那点力气哪里抵得过身后的雄兽 眼看自己离清爵越来越远 洛渊收住的眼泪又涌了出来 白头应感受到手背的湿热 又看了看肌肤雪白的小雌星 静一时湿了神 甚至忘记煽动翅膀差点掉下去 心想难道这个就是艾莎口中恶毒的雌星吗 之前他一直跟艾莎躲在暗处 眼见兽巢即将退去 而洛渊还活得好好的 艾莎气得废管子都要破了 他不甘心就这样算了 于是就让白头鹰把那几只巨兽 引过去吸引蛇兽的注意 再趁机把洛渊抓过来 这次他要亲自动手 其实白头鹰并不想这么做 可他一向没什么主意 稀里糊涂地就听了艾莎的唆使 可此刻手下的温热却让他有些失神 他看看眼前小雌星白嫩的薄狗 再看看下方一脸猙獰非脸的艾莎 不知怎么回事 就突然不太想把小雌星交给他了 这样想着飞行的速度就慢了下来 可在艾莎的不断催促下 还是磨磨蹭蹭地下降 艾莎满脸得意地看着洛渊 你终于落到我手中了 他很早就想好了 他最先要做的是划烂他这张红妹的脸 然后挖出那双勾人的眼睛 最后让他暴视荒野 正想着 他就掏出了一把骨刀 猛地朝洛渊的脸刺去 白头鹰一惊 他没想到艾莎竟然真的那么疯狂 赶忙抱着洛渊向后退去 艾莎很是气愤 指着白头鹰的鼻子一顿骂 随后再次举刀要刺过去 洛渊赶忙叫停他 他知道艾莎这次是不打算放过自己 他现在得自救 只要身后的雄兽不帮他 那自己就还有胜算 于是就开始挑衅 你不就仗着有这个雄兽帮忙吗 要是没了他你什么都不是 有本事就跟我一对一的打 艾莎看了看自己手里的骨刀 在丑丑赤手空拳的洛渊 满脸得意的答应 一刀解决他太便宜他了 他要让他尝尝恐惧的滋味 洛渊看向身后的白头鹰 听到了吗 这是我们两个雌性的事 你不能插手 你先放开我 白头鹰顺着声音垂头 看到转过脸来的小雌性 心脏顿时漏了半排 没想到这个小雌性居然长得这么美 手臂不由地松开 洛渊趁机使用青森树逃跑 他的身后就突然冲出一头 类似犀牛的巨兽 直接将他的身体捅穿 巨兽晃了晃脑袋 将他甩到地上 抬起脚在上面踩来踩去 他很喜欢听到这种骨头碎裂的声音 这时他又发现不远处还有个小文具 立马朝着洛渊的方向冲过去 哪怕洛渊拥有青森树 也根本跑不过他 正当巨兽快要撞上来时 白头鹰一把抓住他往天上飞 洛渊长舒一口气 刚才谢谢你救了我 不过是你先把我抓过来的 现在也算扯平了 你放我下去吧 听到这话的白头鹰却沉默了 他看了看手里的小雌星 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大胆的相思 他要带他去北寿城 想让他做自己的伴侣 虽然自己冒冒失失抓损了他 但以后两人朝夕相处 他一定会喜欢自己的 以前的自己就是因为性子太软 所以才会被艾莎牵着鼻子走 现在遇到这么美的雌星 他一定要努力抓住 打定主意后就提着他往北寿城的方向飞 洛渊立马慌了 让他放自己下去 可却发现白头鹰的态度突然变得很强硬 而他也不敢使劲挣扎 万一掉下去就小命不保 想到自己跟两个兽父有伴侣感应 便放弃了挣扎 另一边打败巨兽的清爵和白夜 也发现洛渊不见了 只在附近闻到一股鸟兽的气味 他们气得捏紧拳头 等找到他一定要让他好看 白夜立马叫来了墨西 把部落里的事情全部交给他 随后两人随着伴侣感应 往北寿城的方向追踪 但陆地兽的速度始终比不上飞行兽 白头鹰仅用三天就到达了北寿城 由于寿城有禁止 二人只能从城门进入 现在洛渊已经重新对自己的美貌有了新的定义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他用块面纱将自己的脸遮住 白头鹰的家离城门很近 一想到自己带回来一个这么美的雌性内心就激动不 怎料刚要踏进院子 身后就突然想起一道雌性的声音 呆英 你不是去猛虎部落了吗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阿爹和我的妹妹莎莎过得都挺好的 两人闻声望去 洛渊瞬间瞪大了双眼 这是见鬼了吗 艾莎怎么会在这 而且他身后还站着五个强壮的收人 但这名雌性显然不认识他 不过之前艾莎给他烧过心 说白夜最近迷上了一个野雌性 眼前的这个雌性倒是跟他描述的很像 于是询问白头鹰他叫什么名字 白头鹰也老实地把洛渊的名字抱出来 一旁的洛渊满头问号 难怪人家叫你呆头鹰呢 可这一点没冤枉你啊 艾莎冷笑一声 果然是那个野雌性 那莎莎和我阿爹怎么样了 有没有让你烧话给我 艾莎嘴里向白头鹰问话 眼睛却死死地盯着洛渊 目光满是厌恶 白头鹰支支吾吾地回答 艾莎他死了 至于阿博我没见到 应该还好 艾莎不可置信地瞪大双眼 大声质问他刚才说了什么 白头鹰心虚地往后退 艾莎是被巨兽踩死的 跟我们没关系啊 洛渊很是无语 这下全完了 现在艾莎的姐姐 肯定会把她的死 翻在自己的头上 果然下一秒 艾莎就红着眼看向他们 猜测一定是这两人 勾搭在一起害死了艾莎 立马让自己的几个兽妇 将他们抓住 意外穿到慈少雄多的兽氏大陆 女孩每天被一群率兽人包围 这里的雄性各个俊美无比 慈性却瞅出了天际 于是长相普通的女孩 直接成了大老们的争抢对象 前脚刚送走一头鹰 后脚又来了十八只黑豹 原来就在刚刚 洛渊被白头鹰抓到了北兽城 怎料在这里遇到了艾莎的姐姐艾莎 艾莎得知自己妹妹的死讯后 就将她的死赖在两人的头上 直接让自己的几个兽妇 将他们抓起来 白头鹰被四个兽人按在地上 另一个兽人则伸手准备去抓洛渊 怎料面纱突然被抓掉 看到小慈性那精致的小脸 那个兽人一下子就看待了 洛渊趁机挥出铜腕 施展青森树跳上屋顶 艾莎看到那个兽夫的魂被勾住 气得立马叫另外几人去追 洛渊灵活地在房射之间穿梭 最后躲进了一所房子里 怎料还是被飞在天上的兽人看到 几人悄悄从房顶跳入院子 洛渊捏手捏脚地往里走 一个不小心撞上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 回头一看 发现是一个十分高大英俊的兽人 他急忙捂住嘴不让自己发出声 那兽人也惊呆了 没想到竟然会有一个这么美的雌性送上 他想伸出手把对方搂进怀里 然而还没碰到 就见小雌性跑到了门后面 像是在听什么动静 见小雌性这副模样 他不禁也变得警惕起来 轻声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得知有人在追杀他 立马就怒了 在受视雌性本就稀缺 到底是哪个不长眼的敢公然追杀自己 他让洛渊躲好 自己去将他赶走 小雌性却抓住了他的胳膊 说对方有五个人怕他吃亏 自己偷偷离开就行了 兽人眸光落在被小雌性挖住的胳膊上 这个雌性的小手好乱好难 身上还香香的 他感觉浑身气血翻涌 只是小雌性刚才说什么来着 他一会儿要悄悄离开 那怎么行 让这么美的小雌性离开 他这辈子都会后悔的 于是让洛渊躲进里屋 自己则出门对付那些人 他走到了院子里 满脸不爽地询问他们来干嘛 见到来人 几人立马就锁了 毕竟眼前这个人 可是受成守皇统领的宰子为人 而且还有十七个高阶的弟弟 他们根本就惹不起 雌性在寿时又十分的稀少 要是敢说他们是来抓雌性的 一定会被安一个伤害雌性的罪名抓起来 只是没想到文远这个时候会在家 于是赶忙表示他们只是路 随后一群人灰溜溜地离开 文远走进里屋 表情立马变得温和起来 他们都走了 别怕 我会保护你的 我叫文远 是名黑豹兽人 你叫什么名字 洛渊跟他做完自我介绍 礼貌道谢后就准备离开 怎料突然被拉了回来 渊渊 你这是想过和拆桥吗 我才刚帮了你 你这就要走了 说话间 他用手聊起小雌性的几片秀 洛渊觉得这个兽人有点奇怪 赶忙表示家人在找自己 下次再报答他 文远满脸邪魅地看着他 以后的是谁说的准吗 而且你不是说你的家人在找你 不如再这等他们 再说了你一个娇弱的小雌性出门 再遇到坏人怎么办 那我刚才不是白救你吗 被他这样绕着 洛渊顿时感觉自己的脑子有点不够用 但他说得好像很有道理 于是决定暂时留下 文远满意地笑了笑 眼看天色暗下来 立马拿出食物招待他 这几天赶路都没怎么好好吃饭 洛渊也感觉自己饿了 真是太感谢你了 又欠你一个人情 都不知道该拿什么还你 那就把你送给我吧 文远黑色树桶牢牢锁定眼前的小雌性 声音带着蛊惑 做我的伴侣吧 我会对你很好的 洛渊整个人都麻了 这收视里的男人怎么刚见面都要节旅的 刚想开口拒绝 屋外就突然传来一群受人的声音 阿兄 听说二十年才开一次的秘境马上就要开启 我们也早点去吧 万一去玩了好东西都被别人抢光了 话刚说完 就发现屋内坐着一个绝美的小雌性 此时所有人都忘了正式 争先恐后地冲到洛渊面前 恨不得两双眼睛都贴到他身上 小雌性 你叫什么名字 和阿兄节旅了吗 什么时候轮到我 以前阿兄曾说过为了黑豹一族的血统 要同时找一个雌性 当时他们还很不情愿 但现在他们已经迫不及待想跟他节旅了 一时间 坐在屋内的洛渊被一群兽人围在中间 他看了看这些人 发现他们几乎长得跟文远一模一样 黑发黑眸 健康小麦色的肌肤 拥有性感发达的八块素肌 他数了数加上文远 瞬间惊呆了 竟然是十八胞胎 他起身礼貌朝着他们笑了笑 然而只是这一笑 又引起兽人们新一轮的惊呼 啊 小雌性在对我笑 他一定是喜欢我 这是一名兽人推开了他 你眼睛是不是有毛病 小雌性分明是在看我 紧急着几人就为洛渊在看谁吵了起 被这么多美男围绕着 洛渊只感觉脑袋晕乎乎的 文远见小雌性这副样子 赶忙让这些弟弟都散开 兽人们虽不情愿 但还是各自找了个地方做好 一边拿好吃的讨好小雌性 一边开始讨论起秘境里的宝 里面不仅有很多珍贵的药草 还有很多高阶妖兽 只要吃了他们体内的精度 就能快速提升自己的实力 一听这话洛渊立马来了兴趣 询问离自己最近的一个兽人 那个秘境在什么地方 什么时候开 被询问的兽人舌头直接打结了 显然是没想到小雌性 竟然会主动跟他说话 往北兽城的西北部一直走就到 大概一个月后开 他的脑袋晕乎乎的 压根意识不到自己在说什么 直到一旁的兄弟一掌拍向他的脑袋 明明是西南方向 你脑子被驴踢了吗 文峰满脸疑惑 他刚才说的不是西南吗 文远见自己弟弟呆头呆脑的模样 无奈浮我 你们还是赶紧去准备一些 雌性需要的用力吧 以免冤冤在路上受委屈 说完又转头看向洛渊 前段时间有不少雌性被流浪受掠走 我怕万一遇到危险 没有伴侣感应来不及救 要不去之前我们先截侣吧 一时间 十八双火辣辣的眼睛看向洛渊 洛渊此时就像是一只掉入狼窝的小白兔 不是在讨论秘境吗 怎么又开始谈截侣的事了 支支吾吾告诉他们自己已经有两个伴侣了 等他们找来就会离开 一听这话受人们可及了 纷纷表示不介意 还会好好善待他的伴侣 毕竟受室的雌性拥有上百个伴侣都是正常的 这场面让洛渊有些招架不住 若是继续待在这里肯定会清白不保 得赶紧想办法脱身才行 现在最重要的是将这群人置开 于是就装出一副很屈弱的样子 表示自己有些累了 见此文远连忙将其他弟弟把他走 今天渊渊受了惊吓 让他先休息休息 一听这话受人们顿时变得严肃起来 谁胆子那么大竟然敢吓唬我们的伴侣 渊渊你说我们去帮你出起 若渊满头问好 我什么时候答应做他们的伴侣了 文远把下午的事简单叙述了一遍 听完后寿人们就气冲冲地 朝着爱娃家的那个方向走去 现他们都走了 若渊松了口气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让文远放松警惕 然后趁机逃走 于是撒着娇告诉他自己有些口渴 文远宠密一笑 我去给你打 很快他就端着一碗水滴到小雌性的面前 若渊尝了一口 立马两眼放光 这个水好甜 你们是从哪打的水 这么好喝 文远有些疑惑 这水他们天天喝 也没感觉到甜了 然而下一秒就见小雌性把碗递到他面前 真的很甜 不信你尝尝 文远不可置信地瞪大双眼 这可是小雌性喝过的碗 他激动地接过一饮而尽 今天的水果然很甜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刚刚洛渊在里面加了一点药 那是白夜在乌衣那拿给他放生的 为了避免他急 洛渊打了个哈欠 拉着他一起躺下 歇一会儿吧 现在外面正在下雨 正好合适睡觉 小雌性地主动邀请 让他的心脏开始加速 乖乖地在他身边躺好 过了许久 确定身边的兽人睡着 洛渊捏手捏脚地爬起身 为了以防万一 他将占了迷药的杀金武在对方的鼻子上 随后逃了出去 外面野兽太多 他决定先在寿城里找个偏僻的地方藏好 等着清爵和白夜过来找自己 他在雨中走了很久 最终找到一处废墟 这个地方看起来很适合藏身 然而还没来得及高兴 就听到了艾娃的声音 真是冤家路窄 没想到能在这遇到你 现在的他看到洛渊就来起 就是因为他 文远的弟弟们气势汹汹的上门 把他的伴侣都揍了一把 临走前还把他们的家给拆了 现在下雨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 如今看到他身边空无一人 一股复仇的快感涌上心头 他立马让自己的伴侣拿来一包合欢喜 如果他用了这个得不到缓解 就会失去理智 他要看到这个也雌性丑胎百出的样子 而且现在下着雨 以他这小身板肯定撑不到明天 他拿着药包缓缓向洛渊靠近 洛渊可在这上面吃过亏 非常清楚他手里拿的东西是什么 他紧惕地往后退 不动声色地观察四周 寻找最佳的逃跑路线 正当艾娃将药粉撒向他时 立马甩出藤蔓卷柱十几米远的一块石头 随后一跃而起 眼看洛渊即将逃走 艾娃急忙叫自己的伴侣去追 怎料一阵风突然吹过 洒出去的药粉尽数回扑到自己的脸上 很快他的脸开始涨红 尽管如此还是让一部分伴侣去追 另一边的洛渊快速在防射间穿梭 可漆黑的夜晚还是让他撞得满身伤痕 但此时已经顾不上身上的疼痛 他感觉身后的兽人离他越来越近 仿佛下一秒就要被抓住 忽然他被拉进了一个怀抱 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鸳鸳 洛渊抬头查看 发现是白夜 然而他已经没时间跟他续旧 告诉他后面有很多人在追他 让他赶紧跑 白夜一听这话立马抱着小慈性 在防射间拐来拐去 没几个功夫就将那群人全部舍掉 他找到一处僻静的房子 让洛渊把身上的湿衣服换下 此时分头去寻找他的清爵也赶了过来 正好看到换下衣服的小慈性 他的身上全是淤青 阴寒的眸子瞬间聚拢起沙印 是谁干的 白夜的语气也冷了下来 是刚才追你的那群人吗 洛渊并不想跟他们打起来 赶忙上前安抚 这些都是我自己装的 使用治愈术很快就能好 对了 听说寿城的西南方向有个秘境快开放 里面有很多宝物 我们也去看看吧 秘境极其凶险 两人本不想去 奈何招架不住小慈性的恳求 最终无奈答应 很快两人抱着洛渊出了城门 另一边天色刚亮 文家的几个兄弟就约着来见洛渊 可进门却只见到阿兄一个人 坐在那死死地盯着一块手帕 询问下才得知是小慈性跑了 但他并不打算去追 因为昨天他看洛渊 好像对秘境很感兴趣 于是让几个兄弟按原计划出发 等到秘境再见机行事 这边的三人赶了一晚上的路 遇到一个山洞正准备停下来休息 结果就听到里面传来一声尖叫 走进查看 发现一个慈性紧紧地抱着自己 满眼惊恐地看着他们 原来他是害怕洛渊身后的两个雄心 因为前一天他和自己的伴侣出来玩 结果遇到了流浪兽 而他的伴侣为了救他去引开了流浪兽 到现在都没回来 洛渊得知他的顾虑 连忙表示他们两个是自己的伴侣 不会抢别的慈性 随后又拿出食物地到他的面前 见他们没乐意 茉莉鼓起勇气询问洛渊能不能送自己回飞玉城 到时候愿意拿出金石作为谢 洛渊看向清爵和白叶 两人都依赴你做主的表情 于是他决定等雨停了就送她回去 倒也不是为了金石 只想做做好事 茉莉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 太感谢你了 中午时分 也渐渐停了下来 几人正准备出发 却遇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由谁来背茉莉 因为山林陡峭 寿室里的慈性都是让雄性背着或者是抱着 洛渊看了看清爵那张冰块 在丑丑眼里只有他的白叶 他敢打包票 要是他提出让白叶来背茉莉 那他除了温柔地拒绝以外 还会用那双溺死人的毛子忧怨地盯着他 直到他愧疚为止 而且他也不想让自己的伴侣去背别的慈性 于是让白叶去捉一头温顺点的以受过来 听到小慈性的决定 白叶心情愉悦起来 不让他背别的慈性 那说明洛渊心里还是有他的 说了句好就屁颠屁颠地跑了出去 很快他就找了一只两米多高的黄黑纹野生老虎过来 他身上还轻一块子一块的 显然是被揍了一顿 老虎心里苦啊 他本来在森林里睡得好好的 结果就突然有一只大白虎过来把他揍了一顿 最重要的是他还打不过 为了避免再挨揍 只能乖乖地跟着他过来 傍晚 几人顺利到达飞玉城的山脚 这时一群鸟兽飞了下来 见到是自己的阿兄长远 茉莉激动地扑过去 随后把自己这两天的经历告诉他 一旁的城主金月很敏锐地看到了站在蛇兽身旁的小慈性 不仅长得美 看起来也十分温柔 和自己的那个崽子正好是绝备 无论如何他都要留下它们 他爽朗一下 既然几位是茉莉的恩怨 那就是我们整个飞玉城的贵口 不如到城中住些日子 也好让我们报答报答你们 洛渊正想拒绝 茉莉就上来挽住了他的手 是啊 冤冤 这几天我们城里正好有活动 很有意思的 你们就一起留下来玩吧 洛渊想到秘境还有一个月才开 于是便同意了 而且在人多的地方说不定还能刷点声望指 然而城主却只给他们安排了一间房 吃完饭后 清爵和白夜分别在角落里铺上了厚厚的手品 随后用一只手撑着筒 一山半场的侧卧在垫子上 满脸都写着邀请这两个大字 洛渊瞬间被每次迷得有些眼花 难道这就是当海王的快乐吗 可面对这两个超级美男 他到底应该选谁呢 他明明是受试数一数二的至尊强者 却甘愿成为女孩的后宫之一 不仅每天给他洗衣做饭 还争着抢着给他当暖床工具 只见他在地上铺上一层厚厚的手品 随后撩开衣服躺到上面 满脸写着邀请这两个大字 洛渊看着他那张帅领 还有那完美的八块腹肌 哈喇子不争气地留了下来 可他却有些犹豫 因为白夜也在房间的 另一脚固好的垫子 同样满目寒情地望着他 被美色迷花眼的洛渊忍不住感慨 难道这就是当海王的快乐吗 可他根本舍不得 任何一个美男伤心呢 但他们来到飞玉城 城主就只给他们安排了一间房子 好像选谁都不太合适啊 突然他脑子一热 提出三个人一起睡 可下一秒他就后悔了 说出这话他们肯定会生气的 然而过了几秒 两人都同意地点了点头 随后把两张兽皮拼到一起 清爵将他的头揽进怀里 白夜则从身后圈住了他的腰 后续在中间的洛渊欲哭无泪 他刚刚就不该提出那个馊主意 现在连呼吸都成奢侈了 很快三人就以一种奇怪的姿势 进入了梦乡 四日一早 洛渊刚醒就看到清爵和白夜 把几颗绿色的金石递到他的面前 这是上次在部落猎杀那些巨兽得来的 雄性吃了可以提升实力 雌性吃了可以美容养颜 最重要的是可以延长寿命 洛渊一听可以长生 立马来了精神 宿主 其实你吃这种滤金并不能长生 不如拿来扩大空间 到时候你还可以在商城买几个傀儡在里面种植 等以后你完成任务了自然能获得长生的奖励 若是任务失败 整个兽势毁灭你也活不下去 你不是说只要凑够爱意志和声望值就可以吗 怎么还有兽势毁灭 洛渊心中的锦灵大作 这狗系统居然还有事瞒着他 系统心虚的别过小脸 这个以后再说 宿主现在还是多找几个兽夫来提升爱意志再说吧 这个对你以后的任务有帮助 说完就直接溜走 不再给他过多询问的机会 洛渊气得直冒烟 遇上这么一个不靠谱的系统也是没谁了 他闭上双眼 拿出两颗精神丢进空间 里面立马出现一个可以种地的小院子 旁边还有一条小棚 他忍不住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这样以后就不愁吃喝了 等再次睁眼时 就发现两个大帅哥正愣愣地看着自己 那眼神仿佛像是在看一个中二少女 他轻壳一声 试图挽回已经崩掉的优雅形象 想到既然已经跟他们结了履 于是不再隐瞒自己的来历 把自己全部的秘密都告诉了他们 两人虽觉得很不可思议 但他确实跟其他雌性不太一样 清爵和白夜消化了一会儿 随后同时抓住他的手询问 那你以后还会回去吗 洛渊能明显感觉到他们的手十分冰冷 像是很害怕失去他 感冒安分 我们都已经结履了 所以我不会回去了 清爵一把将他搂进怀里 力道大的仿佛要把他揉进体面 那说好了不许回去 不许抛弃我 白夜也从身后揽住他的腰 我也是冤冤 请务必不要离开我们 否则我们会活不下去的 被搂住喘不过气的洛渊 赶忙发誓绝不离开 还有 咱就是说我们这个姿势 是不是有点奇怪啊 清爵笑着摸了摸他的脑 随后就出门受炼了 虽然空间能重止 但还是需要吃肉的 很快茉莉就来邀请洛渊一起逛街 然而刚到即时 城主金月和长羽就带着几个拧兽飞了下来 为了给自己的宰子和小瓷性制造机会 金月立即上前跟白夜套起了近乎 听说你们也想去密警 正好我以前去过一次 我可以给你讲讲经验 就让茉莉陪洛渊瓷性逛吧 我还带了几个高阶兽人保护他们的安全 所以不用担心 说完不等他做出反应 就强行将他拉去城主堡 白夜只感觉这个城主太过自来数了 他只想陪着小瓷性逛街啊 这边的长羽和几个兽人看到绝美的小瓷性都忘了打招呼 直到茉莉开口叫他们才回过神来 赶忙跟洛渊介绍起今晚的活动 这次的篝火晚宴都是年轻人参加 人们会在晚会上唱歌跳舞 说着就把他带到了一个卖面具的铺子 因为到晚上大家都要带着这个 洛渊大致扫了一眼 发现有个黑色的面具特别适合清爵 刚开口让老板帮忙拿一下 旁边就突然出现一只修长的手指向那个面具 那个我要了 转眼望去 发现是一个金发少年 背上有一对跟城主一样耀眼的金色翅膀 与此同时金翼也在看着他 见茉莉和长羽都陪在他身边 心想这应该是昨晚老爹说的那个极美的小瓷性 果然长得娇俏可爱惹人脸 一般的瘦人肯定都会在第一眼就爱上他吧 但他可不是一般的瘦人 他是二般的 他老爹说过让他在这个小瓷性面前好好表现 但他才不想第三下四的去讨好一个瓷性了 想到这 他扬起头颅 将金石丢给店主就准备拿着面具走人 然而还没等他转身 就听到小瓷性软弱的声音 就表示只剩一个了 随后疯狂朝着金翼眨眼 就差开口说让他把这个面具送给洛渊了 但金翼只觉得是这个店主眼睛犯病 拿着面具就准备离开 长羽在一旁思索 虽然少城主刚成年 但性格还是跟小崽子一样幼稚 只要城主不让他做的事他偏要做 那不如先假装放弃 说不定一会儿他就把面具给小瓷性了 于是向洛渊提议去别家看 洛渊虽然很喜欢那个面具 但也不好跟人家抢 跟着他们走向了下一家店 金翼顿时愣住了 受室的瓷性不都是很骄傲的吗 为什么不和他争一争 洛渊这个态度反倒让他觉得有些过意不去 他看向几人远去的背影 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长羽在小瓷性身边忙前忙后的样子 就感觉很碍眼 洛渊将近逛了两个小时 挑好几个面具就准备回去 怎料这时突然有一道金色鸟影冲了下来 长羽赶忙将小瓷性护在身后 金翼落地后不爽地拉开长羽 扭捏地把刚才的那块面具塞到洛渊手里 无奈只能把金石交给长羽 让他帮忙转交给金翼 毕竟他也不想白拿人家东西 另一边金翼刚回到城主堡 就正好碰上自己的老爹送一个白发红兽出去 金翼将白叶送走后 赶忙跑回来询问小瓷性有没有看上他 却得知这臭小子不仅没有好好表现 还故意跟人家作对 他气得直冒烟 之前他就嫌飞玉成的瓷性太丑 不愿找他们做伴侣 现在遇到一个好看的 他就特地把小瓷性的伴侣扒走 绞尽脑汁的拖延时间给他制造机会 结果这臭小子又开始跟他唱粉丁 金翼见自己老爹真的怒了 一溜烟地跑了出去 这边的洛渊准备回去时 刚好碰上回来的白叶 他本来想早点回来找小瓷性的 结果这个城主拉着他 把整个寿司大陆都聊了个遍 他好几次想打断他都没插上嘴 他将洛渊打横报起 跟茉莉他们道别后就准备先回去 看着二人亲密的模样 常与羡慕得有些泛酸 今天在集市上 见小瓷性对少城主的态度就很冷淡 其实金翼这人除了脾气古怪一点 其他方面都非常优秀 不仅长得好实力也很强 刚成年就到达了王阶 是飞玉成所有瓷性的梦中禽兽 如果小瓷性对他都不感兴趣的话 那自己岂不是连一点机会都没有 这边回到住处的洛渊 就迫不及待把自己选好的面具给白叶戴上 白叶的是一个老虎面具 自己的则是个小兔子 紧接着两人就开始玩起了角色扮演 玩得正庆幸时 出去狩猎回来的清爵就正好看到了这一幕 虽然已经接受了白叶是小瓷性伴侣的事实 但每次看到他们亲密的样子 还是会有些不爽 他直接走到两人中间 一屁股坐了下去 白叶直接被挤到了一边 洛渊见状赶忙拿出给他的那块非色面具 等清爵戴上之后 他感觉自己的心脏不受控的开始疯狂乱跳 这面具配上他那张阴冷的俊脸 有种既危险又神秘的感觉 他感觉自己又一次爱上了清爵 忍不住在他脸上巴唧一口 为了一碗水端平 又转脸给白叶一口 洛渊搂着两个爵士美男忍不住感慨 这种生活简直不要太幸福 感受到小瓷性的爱意 两个雄性开心到爆炸 暗自发誓一定要努力给小瓷性更好的生活 很快夜幕降临 三人跟着莫莉来到了广场 广场中央有一个巨大的舞台 一旁的石桌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水 洛渊刚拉着清爵白叶选了个位置坐下 就听到磅礴雄浑的鼓声在四周响起 伴随着原始神秘的音场 兽人们开始在广场翩翩起舞 洛渊想到清爵占有欲比较强 询问一会儿要不要先跟他跳 清爵温柔地摸了摸他的脑袋 乖 让他陪你 说完就给白叶甩了一个你去的眼神 白叶愉快地点头 能跟小瓷性跳舞 他求之不得 洛渊感觉有些可惜 他还想看看清冷的蛇兽跳起舞来是什么样子 这时莫莉上前邀请他一起过去跳 还把一束花塞到他的手里 告诉他这是爱月花 要是碰上喜欢的熊兽就可以给他送一只 然而周围的月声太大 洛渊并没有听清他在说什么 只是看到别的瓷性手上也有 于是就接了过来 以为这只是在跳舞实用的道具 他没听清 一旁的清爵和白叶可听得一清二楚 脸色同时传了下来 恨不得直接把那花给碾碎 清爵给了白叶一个眼神 白叶心领神会 他肯定不会让其他熊性靠近小瓷性子 与此同时场地附近的一棵大树上 精益正躺在上面翘着二郎腿 他本来不想来的 但老爹一个劲地在他耳边唠淘 最终实在是没办法了 不过他倒是挺好奇 小瓷性戴上那块面具会是什么样子 他在场上扫尸一圈 结果却发现那块面具 戴在一个雄性的脸上 他气得从树上跳下来 他把自己最喜欢的面具送给了他 没想到他转手就送人了 他伸手就要去抓清爵脸上的面具 此时清爵正认真地看着小瓷性跳舞 却突然感觉一个黑影朝他脸部洗脉 他一个侧身轻松躲过 随后一把抓住对方的手腕 精益被控制得无法动摆 好胜心一下子就被激发出来了 立马的精神操控石头砸了过去 清爵亮出锋刃 一下子就把厚重的石头瞬间劈成几块 遇到一个实力不错的对手 精益激动地就想继续跟他过几招 怎料刚要出手 手腕就被人牢牢攥住 此时的长羽一个头两个大 心想这祖宗怎么又跟别人打起来了 小声询问他这是怎么了 精益不爽地甩开他的手 让他看看清爵脸上的面具 长羽顿时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但是我不是已经把洛渊 给我的精神转交给你了吗 那就相当于是人家买下来了 他想给谁都行 您怎么能打人呢 精益气地说不出话 长羽跟清爵到完欠 就强行将他拉走 清爵并没有搭理他们 只是重新把注意放到小慈性的身上 却突然发现那只白虎 正单膝跪在洛渊的面前 抬起头寒情默默地看着他 而小慈性也摆了一个极为好看的动作 手里拿着花束 正暧昧地慢慢地勾起白虎的下巴 看到两人的眼神都在拉丝 清爵脑中的火苗瞬间燃起 正想去把两人拉开 就见小慈性把手里的花一收 又换了一个动作 他憋着气又做了回去 满脑子都是算了算了 小慈性开心就好 洛渊在现代学过几年的舞蹈 他的舞姿很快就引来了其他受人的围观 就连慈性们看了都忍不住流口水 这边没拿回面具的精益正坐在场下生闷气 结果就突然看到一个慈性周围的人特别多 仔细一看发现正是早上的那个小慈性 正想询问长羽他叫什么名字 却发现长羽正一顺不顺的盯着那个小慈性 眼珠子都快飞出去吧 这下他更气了 不过说起舞蹈他还没输给过任何人 心想等他上去大展身手 就不信小慈性还能无视他 这时洛渊周围的人越来越不傲 已经开始有人模仿他的舞步 突然一个不小心被一个慈性绊了一下 重心不稳的他向后抖去 手中的花也飞了出去 意外来得太快所有人都没反应过 正当他以为自己要摔到地上时 精益就及时拦住了他的腰 另一只手则接住了抛出去的花 少年细长的手紧紧贴在小慈性的腰上 他的脸不受控地开始升温 白夜上前摆开少年的手 把小慈性拉进自己的怀里安抚 渊渊吓着了吧 不远处的清爵也一个闪身来到这边 强势地把小慈性请过来 满脸的担忧 洛渊朝着他们笑了笑 我没事 转身看向精益 谢谢你少城主 改天请礼吃饭 说着就朝他伸出了手 少年红着的脸表示没事 不过见洛渊向他伸出手不由地愣了一下 下一秒就明白过来小慈性是在管他要花呢 他立即把花收进空间里 两手一摊 没了 见一项不敬女色的少城主主动抢慈性的花 周围的雄兽们忍不住风笑起来 洛渊不懂这花的含义 所以不明白他们都在笑什么 只是让精益把花还给自己 精益却死活都不赔 这个是你送给我的 怎么能要回去呢 洛渊无语极了 这明明是他不小心抛出去的 什么时候送给他了 清爵的脸沉了下去 举起尾巴就朝着少年狠狠扫过去 记忆灵活地跳到人群后面 还拿下面具对他做了个鬼眼 清爵的怒火瞬间被点燃 这小崽子怎么比那只白虎还要讨厌 白叶也攥起了拳头 特别想把这讨厌的家伙揍一顿 洛渊及时拉住他们 表示自己再去拿一束就行了 这时常语带着护卫队挤了进来 想方设法地转移话题 渊渊慈性 好多慈性都想跟你学跳舞呢 你能教教他们吗 见洛渊点头 慈性们都欢呼起来 雄性们也是两眼冒光 清爵不满地用尾巴一水 在地上画了个圈 渊渊在这里跳 他倒要看看 这回谁还敢捞小慈性的腰 女孩只是简单地跳了之舞 结果近以来无数雄性的爱慕 就连慈性们也争着要做他的伴侣 眼见那么多双火辣辣的眼睛 盯着小慈性 某人的簇钢瞬间又被打翻 这次必须要贴贴才能哄吼 原来就在刚刚 慈性们见到洛渊在沟佛晚会上特殊的舞姿 忍不住上前讨叫 清爵却抬起尾巴在地上画了一个圈 当他在里面跳 只因刚刚洛渊跳舞时意外被其他慈性绊倒 还不小心跌进了别的雄性怀疑 他这次就在这手上 他倒要看看谁还敢捞小慈性的腰 洛渊有些无语 但为了照顾清爵的情绪 还是乖乖在圈里跳 月声重新响起 洛渊轻一微步 把动作放到最慢 好让慈性们看得更清楚些 看到这优美的舞姿 慈性们都忍不住流口水 纷纷表示如果自己是雄性 那一定要做他的伴侣 说着就一拥而上 直接把雄兽们都挤了出去 见此清爵赶忙甩出尾巴将他们拦住 哪怕是慈性 他也不想让他们跟洛渊靠得太近 更何况刚刚还听到了 他们想做小慈性伴侣的宣言 他更不能让他们靠近他们 慈性们无奈只能隔开一段距离跟洛渊学习 被挤开的雄性们看不到 干脆展开翅膀飞上天 面对这么多双火辣的眼睛 清爵忍无可忍 他用尾巴一水 直接把洛渊卷进怀里 几个白尾消失在兽人们的视野中 很快他找了一处偏僻的山洞 整个人跟小慈性贴在一起 蓝脸写着委屈 洛渊明白清爵这时又吃醋 立马抬头吻了上去 以免他继续胡思乱想 然而醋刚轻莽这名号可不是白叫的 洛渊整哄了一碗菜哄后 第二天两人刚回到赞州的房子 就见白夜上前询问什么时候去密集 发现长了不少 应该是上次把茉莉送回来试给的酒 他用声望值兑换了一些符纸 表示等学会这些就走 于是他开始没日没夜的学习画符 很快就画出了几张爆炸符 他拉着清爵和白夜来到一处偏僻的空地 准备试试爆炸符的威力 清爵和白夜立马拒绝了 为了防止他受伤 这种事必须由他们来 洛渊拗不过两个 只好给了清爵一张爆炸符 让他在里面裹上一块石头尽量扔远一点 清爵按他说的方法乖乖照做 符纸扔出去后 洛渊在后面捂住耳朵 然而过去了十几秒 都没有听到爆炸的声音 他疑惑地跑到符纸面前查看 心想难不成是自己画的有问题 清爵和白夜也跟了过来 就在这时 地上的符纸瞬间冒出一缕萌烟 洛渊顿时愣住 这爆炸符怎么还带严实的 他想拉着两个雄性赶紧跑 然而还不等他站起身 耳边就传来了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爆炸符在手边炸开 周围两米内的土石瞬间被炸成渣 洛渊本能地抱住自己的头 满脑想的都是今天要交代在这 然而想象中的疼痛并未传来 只是感觉身上沉甸甸甸的 等再次睁眼时 就发现清爵和白夜正严严实实地将他护在身下 发现两人的衣服已经被炸得吸碎 被石头击中的地方也在往外冒险 洛渊赶忙爬起身帮他们炸开 眼里满是自责了 对不起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清爵伸手为他擦去泪水 其实对于皮糙落后的兽人来说 这点伤根本不算什么 只要小慈性没事就行 但洛渊还是强势要求他们脱掉衣服 随后使用治愈术给他们治疗 眼见两个大帅哥都好的差不多 他才放下心来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上正有一双毛子盯着这边 刚才的爆炸也把精益醒了一跳 刚想冲上去救他 就看到两个兽人把他护在身下 见他没事才默默地松了口气 前几天听长雨说过 那两个兽人是小慈性的伴侣 看来他们对他还是不错的 只是让他震惊的是 小慈性居然拥有可以让伤口快速愈合的能力 还会制造爆炸 看来他身上还有很多秘密呢 这时他突然发现那两个兽人的胸口都有一朵极美的花 少年勾起嘴角 原来是个小花妖啊 难怪能和他的美貌并驾齐驱呢 他从空间拿出洛渊给他的爱玉花秀了秀 上面似乎还残留着小花妖独特的香气 在飞雨城里 慈性只会把这花送给喜欢的雄心 虽然这是他不小心甩给自己的 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既然花落到他的手上 但小花妖注定是要做他的伴侣的 脑补完这些的少年心情突然变得愉悦起来 转身悄悄离开了这片森林 这边的洛渊完全不知道精益那些乱七八糟的心思 只是忙着继续试验爆炸粉 他们试了很多次 发现他爆炸的时间并不稳定 有的大概在零到一分钟之间 如果以后使用就只能想办法拖延时间 四日一早 三人就找到了城主慈行 虽然之前金运说过要和他们一起前往秘境 但毕竟陆地兽和飞行兽的路线不一样 所以还是决定分开 很快半个月过去 他们顺利找到秘境的入口 这里占满了无数的兽人 都希望能在里面找到珍贵的宝贝 很快秘境的入口打开 他们穿过一层像水魔一样的屏障 在里面走了一天 最终他们在一条小溪边停下来休息 白夜和清爵在生活准备烤肉 没事做的洛渊则在附近转摇 突然他发现前面有几棵巨树 看到上面挂着红色的骨子 他立马来了精神 正准备爬上去摘骨子 就忽然感到脚边传来一阵毛茸茸的触感 低头望去 发现是一只类似羊驼的小团子 他的心瞬间被萌化了 这也太可爱了吧 洛渊将他抱起来就打算带回去给清爵白夜看看 怎料还没卖步 地面就开始剧烈晃躲 回头一看 发现一大群像是羊驼的巨兽正向他狂奔而来 他们最起码都有四五米的样子 这要是被踩上一脚 估计都要直接下去见太难了 他把手里的小羊驼一扔 转头去拉清爵白夜的手就跑 两个雄性不明 所以询问发生了什么 得知有巨兽 两人立马停下脚步 都有些哭笑不得 咱们就是来打巨兽的 跑了还怎么打 可是他们数量太多了 都看不到头 清爵看了看身后的那群巨兽 在他记忆的传承里 这种巨兽叫大头羊 不仅肉鲜味美 还没什么攻击性 说话间 巨兽们已经将他们围了起来 愣愣地看着他们 清爵一脸云淡风轻 你看 我就说他们不会攻击人的 然而下一秒 他整个人都裂开了 只见那群羊兽张开大嘴 酱酱一番后 朝他吐出一大滩又酸又臭的口水 外围的羊驼更是怕吐不到他们的身上 干脆爬到那围羊驼的身上一起发力 洛渊整个人都不好 真的是羊驼 就连吐口水的姿势都一模一样 而且这口水比现代的那些羊驼还要臭 他感觉自己快要被熏晕了 清爵立马怒了 他堂堂一个黄街强者 居然被一群没有攻击性的巨兽给羞辱了 他抱起洛渊就用尾巴狠狠甩向他们 白夜也并会受刑进入战斗状态 很快一部分巨兽就被他们撂倒 剩下的巨兽竟是不温 立马背着小羊驼逃离现场 洛渊无奈叹了口气 自己又没伤害小羊驼 非要跑过来招惹他们呢 现在命都没了吧 这是白夜从他们身上挖出绿精地到小雌性面前 洛渊将绿精全部扔进空间了 里面的小渊立马扩充到300平 正面积足够他们用了 以后要是再获得绿精就都给他们提升实力 他把地上的羊驼全部收紧空间 随后在商城里买了块香皂 提议到河边去洗洗身上的口水 此话一出 两个雄性的眼睛立马亮 洛渊有种不好的预感 紧紧地抱住自己 你们想干什么 只见两个大帅哥直勾勾地盯着他 渊渊有些地方你够不到吧 我们帮你洗 说完也不管洛渊的反抗 向他伸出罪恶的手 随后把他带到了水里 打了香皂的小雌性身上很滑 根本抓不住 清爵干脆将他搂进怀里 趁机跟小雌性贴贴 白夜则认真地给他清醒 洛渊被浓厚的雄性荷尔蒙笼罩着 只感觉身子软绵绵的 已经没有力气再去推开他们 精益在不远处看着这一幕 猴姐忍不住滚动 白晶的脸上染上一层淡淡的红蕴 自那天洛渊走后 城主就打算让飞与城的兽人们 在第二天出发 但他等不及族人 匆匆和阿爹告别后 就悄悄跟在洛渊的身后 现在看到水中亲密的三人 内心难免有些不爽 小花妖以后是要跟他结旅的人 可他现在居然还不太认识他 他决定找个机会将他带走 让小花妖知道自己才是他最佳的伴侮 此时的精益已经开始幻想洛渊 被他强大魅力迷倒的画面 这边的洛渊突然感觉 有什么凉凉的东西 在不停触碰着他的脚尖 感觉很像一只手 觉得痒得他忍不住大笑起来 让他们俩别摸了 两个雄性顿时愣住 他们根本没有啊 清觉沉到水里去 凌厉的毛子扫过这片水域 隐约发现一个影子 他立刻举起尾巴扫过去 却只压倒一片水草 得知是水草的洛渊也猛了 难道刚刚是错觉吗 改而等他们走后 河中就浮现出一个绝美的身影 看着即将远去的锦 蓝明的眼中充满杀气 才多久不见 他的小宝贝就找了两个伴侣 还那么亲密地叫他渊渊 这让他简直无法忍受 强烈的妒忌驱使 他刚才就想动手杀了那两个兽人 可又害怕吓到小慈性 而且那两个兽人的实力也不差 尤其是那个蛇兽 竟然和他一样在黄街之上 刚才在水底差点被那个蛇兽发现 幸好他到黄街后 觉醒了瞬移和隐身的技能 蛇兽警觉性太强 他决定以后再找机会接近洛渊 这边的洛渊跟着两个雄性 往逆境深处走去 就看到一棵树正往自己这边跑来 艾娃则带着他的兽夫在后面追 洛渊都惊呆了 逆境的树都成惊了吗 疯狂逃命的果树看到洛渊 直接躲到了他们的身后 洛渊满头问号 这家伙跑他这边 就不怕他吃掉他的果子吗 正想着 脑中就传来了系统的声音 宿主宿主 快咬破手指把血滴到他身上 这可是个大宝贝 赶紧跟他契约 洛渊被他搞得一连忙 但听到大宝贝这三个字 立马咬破自己的手指滴在古树上 血液溶进树干 大树变得越来越醒 最后竟然变成了一朵粉白的花 飘落在他的肩头 乃生乃气地喊了一句主意 洛渊瞬间被蒙化了 忍不住用手指戳了出他的花瓣 小花也轻易地抱住他的手 小六激动坏了 告诉他这是秘境里唯一的一颗金风玉露桃 他在这里已经活了一千多年 很早就开了灵纸 看样子他很喜欢你 一般情况下根本不会让别人抓住 这玉露桃的花长开不败 食用花瓣不仅能美容养颜 还能延年益寿 果子更是三百年才介义词 果子除了能治百病 还能返劳还头 洛渊一脸怀疑 这个桃子真有那么夸张吗 而且他现在都变成花了 哪来的果子 宿主放心 他可以随意变换形态 除了变成树和花 还能当成武器射出飞刀呢 一听这话洛渊的双眼瞬间亮了 他这个小菜机最缺的就是防身武器了 然而系统却告诉他 必须要在商场买零气味啊 大概一年半才才能保护他 洛渊忍不住抱粗口 你的老六 平时不靠谱就算了 还每天想着怎么从我这正那点 少得可怜的声望之 还不等他把话说完 爱娃他们一大群人就已经冲到了眼前 看到是洛渊 爱娃的火气一下子就冒了出来 每次见到他自己都倒霉透了 他狠狠瞪了洛渊一眼 然后开始左右张望 我的果子树呢 你们把它藏哪了 爱娃怀疑地看向洛渊身后的两个雄心 是不是你们把我的树藏进空间了 赶紧交出来 白夜忍不住笑了 爱娃辞性 那树是你种的吗 怎么就成你的了 听到这话 爱娃明白那树就是被他们给藏起来 还有 我妹妹死在兽巢里 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吗 既然今天你们一起送上门来 那我今天就杀了你们给艾莎报仇 说完就给兽人们下达命令 他这次带了足足46个伴侣 而对面就只有两个雄心 不怕洛渊再跑掉了 得到指令 爱娃的两个狮子伴侣率先扑了过来 清爵眼皮甚至没动一下 抱着洛渊在原地 这些兽人不是初级就是中级 白虎一个人就能倒定 白夜看向小慈禧 询问那天晚上追杀他的是不是这群人 见洛渊点头 他的毛子立马变得稀里起来 确实是送上门了 说完就猛 扑了过去 便出胡掌掐住他们的脖子 只是稍一用眉 那两个兽人瞬间倒地 爱娃妻的直冒言 刚要招呼伴侣们一起上 就忽然看到文家几兄弟往这边打开 他们可都是高阶兽人 又都很喜欢洛渊 这下有好戏看了 意外穿到慈少雄多的兽士大陆 女孩每天被一群帅兽人包围 大道轻骂 温柔白虎 美艳人鱼 绝世金雕 如今又来了十八只黑豹 面对这么多美男的疯狂示爱 女孩险些招架不住 这天洛渊带着两个兽妇来到眉井寻宝 不料在这遇到艾莎的姐姐艾娃 眼看对方只有两个雄心 艾娃便想趁机将她除掉给艾莎报仇 结果自己的伴侣等级太低 根本打不过 正想让伴侣们一起上 就看到了赶来的文家兄弟 他们可都是高阶兽人 又都很喜欢洛渊 正好他可以在一旁煽风点火 等他们打得两败俱伤 自己便可坐收鱼翁之力 他转身看向文家几兄弟 文远 你们不是很喜欢这个雌心吗 现在他就在眼前 还不快把他抢走 洛渊心头一惊 怎么在哪都能碰到他们 一想到那十八个兄弟 他就感到十分头疼 虽然他们对自己确实是挺好的 但他也不想找那么多兄弟俩 而且那天晚上 他是用药米捣了文远才逃出来 要是他问起那晚的事该怎么解释 此时的他只想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把整个脑袋埋进清爵的怀里 文远看着躲在蛇兽怀里 不敢看他的小雌心 确实宠一一笑 渊渊好久不见 我们都很想你 洛渊继续埋着脸 我不是洛渊你认错人了 你们还是赶快去打剧兽吧 不要在这耽误时间了 文远男人笑得更开心了 他的渊渊还是那么的狠 看着朝思暮想的小雌心就在跟前 他强压着心中的激动 渊渊 那晚你把我迷倒后就自己跑 我们都很担心你 你没受伤吧 快抬起头让我看看 洛渊不为所动 我很好你们快走吧 文远身后的几个兄弟也开始七足八足 对啊渊渊 你快下来让我们看看 我们都很想你 还有这个蛇兽是你的伴侣吗 我们比流浪兽更会照顾人 你还是跟我们走吧 此时的洛渊只想原地消失 清爵和白叶的脸色变得铁青 尤其是清爵 他阴沉着脸询问 你们是谁 文远也不甘示弱 我们是渊渊未来的伴侣 一听这话 洛渊猛地回头看向他 我可没答应你 你别乱说 当时我都告诉你我有两个伴侣 而且我们感情很好 文远却表示不介意 还会跟他们和平相处 几个愤怒地用尾巴在地上甩了一下 可我介意 见此文远的脸色沉了下来 其余的暴兽也目光不善地 看向小慈性的两个伴侣 气氛突然变得很可怕 爱娃趁机在一旁山踪顶 文远 你们兄弟不是在北兽城很厉害吗 难道你们还怕这条蛇兽不成 咱们兽是一项以强者为君 打一架不就行了 打什么打 要打也是打你 洛渊看着爱娃那嚣张的样子就来起 用手一指 就是他 那王我跑出来后 差点被他和他的伴侣害死 他还想给我下和欢 一听这话 雄性们纷纷转头看向爱娃 眼底充满杀意 爱娃顿时愣住 怎么扯到自己身上 你们还是先解决你们之间的事吧 他一边尴尬地笑着 一边爬上自己伴侣的背上 让他赶紧飞走 眼看暴兽们扑了过来 爱娃的伴侣们急忙爬到飞行兽的背上 狼狈地逃走 剩下没飞起来的就直接成了暴兽们的长相王子 洛渊暗暗心惊 这些暴兽虽然还没到王阶 但他们毕竟是兄弟 打得起来非常默契 出招迅速灵活很力 而且人数远超他们 要是真打起来 清爵和白夜也少不了要受伤 他得想个办法才行 眼见爱娃一群人跑得无影无踪 文家几兄弟重新把目光放到洛渊身上 渊渊 就算你一时不能接受我们也没关系 只要能让我们待在你身边 每天看着你 我们就知足了 而且秘境很危险 我们可以保护你 让我们和你一起吧 清爵立马冷声拒绝 暴兽们开始变得躁动起来 那就打一架吧 要是我们赢了 就让我们带渊渊走 说着就变回了兽性 将清爵白夜围在中间 两个雄性也做好了随时出击的准备 生死搏斗一触即发 洛渊只感到手心在发凉 眼见几只暴兽同时扑向白夜 他立马捂住肚子惨叫起来 在场的兽人都停了下来 满脸担忧地看向他 渊渊 怎么了 我肚子好疼 每次紧张都会这样 看到你们打架我好害怕 而且要是你们都受伤了 巨兽突然来了怎么办 所以别打了好不好 怎料话刚说完 就听到了不远处传来狼嚎声 洛渊都傻眼了 他的嘴是开过光吗 这巨兽说来就来 直接一群黑压压的狼群 正往这边奔涌 就像上次在猛虎部落 遇到的兽巢一样 就连清爵也变得紧踢起来 这种巨兽战斗力非常强 而且每次出现都是几十头 这次居然直接来了几百头 为了小雌性的安全 他把洛渊放到一棵巨树上 随后跟兽人们准备应战 巨兽如旋风般冲了过来 疯了似的和兽人们打成一团 洛渊在树上看得心惊胆战 怎料突然有一双手臂 从身后拢住他的腰 下一秒整个人被带到了天上 洛渊吓了一跳 回头发现竟然是精力 少年微微一笑 小花妖 此地不安全 还是跟我走吧 洛渊不断拍打着对方的胳膊 我在树上待得好好的 不想跟你走 快放我下去 怎料金翼真的松开了手 他直接掉了下去 洛渊直接猛了 我是让你把我放回去 不是让你直接松手 少年却是看热闹不形式大 飞到正在下降的洛渊身边调侃 看吧 都说了很危险你还不行 但很快他就发现了 小花妖那苍白的小女 心想他胆子这么小了 他侧身加速向下滑落 用翅膀轻轻一带 小雌性就直接滚到了怀里 跑了不动你了 别怕 感受到温热的肌肤 洛渊颤巳微微地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被捞了回来 吓得赶忙楼井金翼的脖子 眼泪后之后觉得流了出来 金翼瞬间慌了 你别哭啊 我就逗逗你 不会真的让你摔下去的 他手忙脚乱地帮小雌性擦去泪水 怎料越擦越多 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慌乱之下干脆用嘴唇堵住洛渊的小组 心想这下他应该哭不出来了吧 但是感觉这样又很奇怪 这时他发现小花妖的唇瓢又香又软 让他忍不住想要一口吃掉 他不由自主地楼井洛渊的腰 无视自通地裹住对方的小组 回过神来的洛渊才发现金翼在干什么 赶忙用一只手将他推开 你你你你在干什么 少年迷蒙的眸子慢慢聚焦在洛渊愤怒的小脸上 谁让你这么想 这是我第一次亲慈性 你是不是嫌我亲得不够好 要不我们再来一次吧 洛渊赶忙捂住自己的嘴 奶兄奶兄地瞪着他 少年忍不住大笑起来 楼井我 咱们要加速啊 说着就煽动几下翅膀 看着小慈性真的乖乖搂紧自己 心满意足地朝远方飞去 正在和巨兽厮杀的两个雄性察觉 头顶有片阴影上 才发现家被偷了 发誓等抓到他一定要让他好看 另一边金翼已经将洛渊带到了一处悬崖上 洛渊立马掰开他的身 并且给了一个无情的背影 金翼懒洋洋地躺下 喂 小花妖 你怎么还忘恩赴义呢 刚才那种妖兽可是会爬树的 我要是不带你走 你早就住进他们的肚子里 洛渊总感觉他是在吓唬自己 不过现在被带到这里 也只能等轻觉他们打完巨兽给自己传信 在进入秘境之前 他就给了他们每人一张传音 哪怕离得再远 都能听到彼此的声音 这时他突然反应过来 转身看向金翼 你刚才为什么叫我小花妖 你那两个伴侣身上都有一朵花 那你的兽型可不就是花吗 洛渊睁大双眼 你是怎么知道的 金翼坦白是那天在那片草地上看到的 而且还看到他们在那里榨出一个大坑 洛渊立马慌了 你没跟别人说吧 这可是他的秘密 要是知道的人多了 一定会引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怎么 你想堵住我的嘴 那就来吧 说着就坐起身 见兮兮的靠近洛渊 亲了我就不告诉别人 洛渊气得小脸通红 忍不住想抱粗口 怎料还没发出声 对方就迅速在他小嘴上啄了一下 你要是觉得吃亏的话也可以轻回了 洛渊气得抬手就想打他 结果金翼展开翅膀飞到悬崖边 打不着打不着 说着就直接冲上云霄 不一会儿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洛渊瞬间猛了 这个鸟人竟然真丢下他不管了 秘境里可到处都是妖兽啊 更糟糕的是大姨妈居然在这时候来了 环境本来就很危险 姨妈出气她肚子还会特别痛 眼看周围没什么动静 她赶忙拿出自制的姨妈镜垫上 此时的她已经疼得开始冒续汗 正当神志不清时 一道金色的影子落到她的身边 金翼赶忙将她扶起 小花妖 你怎么了 看到那个讨厌鬼回来 洛渊委屈地大哭起来 你刚刚为什么丢下我一个人 我去给你找食物了 少年赶忙帮她擦去泪水 她以前没照顾过慈性 没想到小慈性这么爱哭还矫情 她只是逗逗她而已 怎么可能真的丢下她 不过刚才看她还好好的 怎么一会儿的功夫就变这么虚弱 这时她闻到了一肚腥胃 顿时明白她这是怎么了 感受到对方浑身冰凉 立马展开翅膀将她包裹起来 很快洛渊在她怀里睡过去 金翼静静地看着她 感觉这个小慈性很脆薇 好像轻轻一碰就会碎掉 少年紧了紧翅膀 将自己的脸贴上她的脸 两人的呼吸纠缠在一起 小慈性身上的香味传入鼻腔 让她沉醉在其中无法自拔 日落西山 洛渊发现痛觉渐渐消失 脑子也清醒了不少 然而等睁开双眼 就看到自己躺在金翼的怀里 这时的金翼也醒了过来 正好跟她对视上 她赶忙爬起身 少年微微一笑 声音带着慵懒 小花妖 刚占往我便宜 现在就不想认账了 洛渊的脸瞬间红了 我没有你别瞎说 是吗 刚刚也不知道是谁不停地寒了 非要往我怀里钻 抱着我不撒手 反正我现在的身子是不干净的 你必须对我负责 而且你的两个伴侣都没有人情 只有我们才是最单配的 说着就准备上前抱住她 洛渊慌忙转移话题 你不是去找食物了吗 我有点饿了 你会做熟食吗 金翼自信地拍了拍胸口 这时间还没有我不会的东西 现在就让本少城主给你展示一下 然而过了两个钟后 一个灰头土脸满身狼藉的少年 出现在洛渊的面前 柴火没烧起来 自己的衣服反倒被烫出几个大堂 洛渊无奈服了 还是我来吧 金翼不可置信地瞪大双眼 你这么脆弱能行吗 然而打脸总是来得很快 洛渊拿起打火石生 烧水 煮鸟蛋 一气呵成 金翼直接惊呆了 真不愧是他看上的人 贵的东西就是多 这时他突然听见 有一群鸟兽朝着这边飞来 一定是自己偷了 他们的鸟蛋被发现 他赶忙捞起煮好的鸟蛋 一把抱起洛渊 准备找个山洞躲起来 如果只是一两只的话 他倒是能打 但是他们现在数量太多 他不敢拿小磁性的安危开玩笑 身后的鸟兽穷追不舍 他抱着洛渊朝着一处山洞飞去 看了看四周 发现很安全 便让他现在这呆着 洛渊拿出一打爆炸符地给他 让他千万小心 精益唇角微钩 此料精益突然俯身吻上他的额头 随后屁颠屁颠地跑了出去 很快洞外就传来了激烈的打斗声 洛渊焦急地在洞内等着 突然他感觉石壁上 好像有一个荧光闪闪的洞口 他不受控制地站起来 像是受到俘获般朝着那个洞口走去 等进来后 发现里面的空间比外面的还要大 地上的植物闪着荧光 石壁上还有很多亮晶晶的宝石 洛渊两眼放光 这里面不会有什么大宝贝吧 他跃跃欲试 往里面走了大约有十多米 一个转角突然就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 整个人亮枪地朝前面倒去 完了完了 这下要破相了 他本能地闭上眼睛 然而预想中的疼痛并未转 他感觉自己倒在一个温热的物体上 嘴唇还贴上了一个软软的东西 不愧是栽到什么奇怪的东西上了 他连忙睁开双眼 发现自己居然压在一个男人的身上 嘴唇还贴在对方的唇袋上 慌乱地他打算爬起来 少年却摁住他的腰 让他别乱动 洛渊低头望去 不自觉地睁大双眼 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少年 一头时尚的银色碎短发 有几缕垂下来乖巧地搭在白金的额头上 根根分明的睫毛 像是从漫画里走出来的豪门少年 只见少年妩媚地冲他微微一笑 露出一个软萌的酒窝 姐姐 洛渊直接压麻呆住 他哪有这么好看又精致的弟弟啊 怒了怒了 这次大青蟒是真的怒了 他不过是出去打了两分钟的怪 结果心爱的小雌性就被别人抢走了 不仅如此 半路还杀出了一只绿茶银壶 整天不是姐姐长姐姐短 就是要和姐姐嬷嬷的 直接把小雌性的注意力全部吸走 就在刚刚 洛渊意外在山洞里碰上一位白衣少年 他那精致的五官如同漫画中走出来的豪门小少年 最重要的是对方居然管自己叫姐姐 难道是刚才自己不小心摔倒了他杂失业了吗 少年惊喜地看着眼前的少年 没想到竟然会在寿舍里遇到他 虽然他的美貌不及以前的百分之一 但他身上独特的香气一点没变 这就是他朝思暮想的姐姐 毕竟只有他才能冲破自己的精神结界走进这个山洞 被巨大喜悦包围的少年紧紧将洛渊抱近怀 哽咽出声 姐姐 我终于找到你了 洛渊只感觉这个小少爷是真的被他砸得神经错乱了 不过这声姐姐竟然给他一种熟悉的感觉 好像以前听过很多便士的 他敢老拿出手帕替少年擦去眼泪 你是不是记错了 我都不认识你呢 文言少年哭得更凶了 他们都不要我 姐姐也不要我了吗 我是盈利亚 以前姐姐都叫我阿里的 见少年这副样子洛渊心疼极了 伸手摸头安慰 好好好 阿里不哭了 姐姐要你 少年趁机把脸贴在洛渊的小脸上 我就知道姐姐最好 不过看样子姐姐来到宿舍后好像适应 他正纠结着要不要把以前的事告诉洛渊 可那时发生了太多的不愉快 自己为救姐姐腰单碎裂 姐姐哭了整整三天 后来姐姐被罚又受了很重的伤 他伸手搂住洛渊的细腰 姐姐怎么会在这里 听到这话的洛渊才想起 还在外面得扭受的惊艳 赶忙将少年推开 有人跟我一起来的 咱们还是先去外面看看怎么样了吧 一听这话 少年的眸子闪布一丝寒意 竟然还有人跟姐姐一起 是男人吗 怕洛渊发现他的异样 赶忙恢复成乖巧软萌的样子 一把将洛渊抱起 好的姐姐 那咱们出去看看 被刚认识的人这样抱着 洛渊总感觉不太合适 拍打少年的肩膀 让他将自己放下来 怎料盈利的眼睛又蒙上了水 仿佛下一秒就要哭出声了 洛渊无奈服额 好吧好吧就这一次 谁让自己把人家砸坏了 等他以后恢复了自然就会离开 当两人来到洞口时 金益正好打死最后一只大牛 刚准备回洞内找洛渊 结果就看到了姿势轻易的两人 震惊的惊掉下巴 刚刚洞内明明没有人的 怎么突然冒出了一个年轻雄性 还跟小花妖这么亲民 本就受伤的他被气得 喷出一口毛血 直接倒了下去 洛渊赶忙跑向他 让盈利过来帮忙 把他抬到山洞里去 少年不情不愿地走了过来 拿起洛渊的手把纹着 姐姐 这个男人太弱了 我要是他的话 都不好意思跟姐姐在一起了 此时倒在地上的金益还清醒着 又被他气得吐出两口鲜血 那么多只妖兽 你去打一个试试啊 要不是他伤得太重 一定要把他打得满地涨牙 这时盈利又茶里茶气地 摇晃着洛渊的手 姐姐 你看他满身的血多脏啊 而且这天好像也快下雨 要不干脆让他在外面 淋干净再说吧 正说着 地上的金益已经晕了过去 洛渊没办法 决定先用治愈术给他疗伤 刚伸出手 就听到了清爵白夜的声音 看着小慈性身边新出的美少年 两人的眉头直接拧成了麻花 才半天不见 渊渊身边的雄性怎么又多了一个 清爵冷声询问他是谁 正在给金益治疗的洛渊随口 说了一句我阿弟 白夜看着长相差距甚大的两人 产生一丝怀疑 一旁的盈利看到两人也感到很不爽 为什么姐姐身边的男人这么多 才一会儿的功夫 就从一个变成了三个 要不是他现在的腰肝碎裂 来到寿室后修为又遭到压制 他一定要让这群人统统消失 他强压下心中的杀意 乖巧地跟两人打招呼 哥哥们好 白夜有些疑惑 寿室不是都叫的阿兄吗 为什么这个少年叫他们哥哥 难道他和小慈性一样来自另一个世界 洛渊悄悄把自己遇到盈利的全过程告诉他们 表示等他恢复记忆再让他走 这让白夜不禁产生怀疑 小慈性身子那么轻 怎么可能砸一下就失忆了 难不成是故作玄虚找借口接近小慈性 白夜心里虽这样想着 但考虑到洛渊 还是答应先照顾他一段时间 眼看头顶积了一层厚厚的乌云 清觉一把将洛渊抱进怀里 快下雨了 我们先进山洞躲躲吧 等等 我还没给精益治疗完吗 你看他还在流血 清觉却毫不在意 他炉走小慈性的是他还没找他算账呢 要不是他现在昏迷着 说什么都得抽他几尾巴 要是现在死了还省得他在眼前晃 洛渊无奈只能让白夜帮忙 白夜让他们先走 自己先把妖兽的滤金挖出来再进去 来到山洞后 清觉突然闻到洛渊身下的血腥味 冤冤你发情了 那咱们什么时候生宰宰 说着就习惯性地亲上他的小嘴 跟进来的银里刚好看到这一屋 气得后槽牙都快咬碎了 这可恶的蛇兽不但霸占了姐姐 竟然还当着他的面轻薄姐姐 还要生什么崽子 显知该死 明明他和姐姐认识的时间最早 要不是中途发生了意外 姐姐早就是他的人了 他的毛子逐渐变得阴壳 凝结出一股强大的精神力 像蛇兽的头部戏去 沉浸在小慈性香甜气息中的清觉 突然感觉有什么在撕扯着自己的神经 这种疼痛感是他从未经历过的 他环顾四周 正好发现少年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眼神里充满挑衅和杀意 原来是这小崽子 他就说一个毫无自保能力的兽人 怎么可能会出现在危机重重的秘境 他接近小慈性肯定也是有目的的 想到这 他立马举起尾巴狠狠甩向盈利 他现在就要将它除掉 少年却出乎意料地没有躲开 硬生生地接下这一尾巴 很快摔倒在地的他就吐出一口鲜血 洛冤吓了一跳 胆忙从清觉怀里挣脱出来跑向他 阿里你怎么样 少年虚弱地将头靠在他肩膀上 姐姐 银色的九尾巴 蜷缩在洛冤的怀里 虚弱地开口 姐姐 别的狐狸都是一条尾巴 只有阿里是九条 从小他们就说 阿里是怪物不愿意跟我玩 但只有姐姐不嫌弃我 还说我的尾巴好看 以前姐姐最喜欢摸阿里的尾巴 姐姐你现在摸摸好不好 摸摸就不疼了 果然经过他的一番示弱 洛冤的注意全部被他气作 好好好 姐姐给阿里摸摸 他伸手俯上银狐的尾巴 发现手感出奇的好 忍不住摸了一遍又一遍 少年浑身站立 耳朵坚持不住开始泛红 真的好想把姐姐囚禁起来 这样他就只属于自己一个人了 看到亲密互动的 两人轻觉的脸色更黑了 双眸早已拉成一条细细的竖线 死死盯着 赖在洛冤怀里的小狐狸 这时白夜拎着 惊异的一只脚拖进洞里 他敏锐地觉察到 洞内气氛有点奇怪 他看了看脸色异常难看的轻觉 再看看满脸陶醉的小狐狸 瞬间明白是怎么回事 他走到洛冤身边 冤冤 外面马上要下雨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停 我带你出去方便一下吧 说着就很自然地 把银犁拎起来扔到一边 随后一把抱起洛冤 这时清觉的面色才有所缓和 银犁则气得直冒烟 原来这只白虎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跟那条蛇兽一样讨厌 但他可不是那么容易被水掉的 他直接跳到洛冤的肩膀上 姐姐 我怕那个哥哥在打我 我要和姐姐一起 清觉气得轻惊暴跳 谁能告诉他这只不要脸的狐狸 到底是从哪蹦出来 他现在就去把他的冷窝给烧了 白夜也没想到这么漂亮的小崽子 竟然会这么难缠 洛冤伸手摸了摸他的脑袋 阿黎别怕 那个哥哥刚才应该是误会了什么 他只是不爱说话 其实人还是挺好的 听到这话小狐狸故作 懂事地蹭了蹭洛冤的女 姐姐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以后我会和哥哥们好好相处 就算哥哥生气 打阿黎 阿黎也绝对 不会 还手吧 只要能待在姐姐的身边 我什么都不在 就算是 也没关系的 真的真的我真的没事的 洛冤一阵感动 多好的孩子 简直乖的让人心疼 白夜发现这小崽子 特别会拿捏小刺青的心 果然冤冤又心软了 他对这只狐狸 比对他和蛇兽的态度都要温柔 要是时间长了 冤冤不会独宠这只狐狸吗 要不趁他不在的时候 把这只狐狸做掉算了 正想着 他已经将洛冤带到一处隐蔽的树丛里 然而刚准备离开 就发现这狐狸居然还趴在小刺青的肩头上 立马走回去将他拎起来 你这崽子怎么回事 还想偷看呢 银里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 怎么会呢 我眼睛早闭上了 倒是哥哥你 居然那么想我 阿里好伤心呢 此时的白夜有种 现在就想掐死他的冲动 等洛冤解决完 龙狐又无视白夜的愤怒 跳进洛冤的怀疑 贪婪地享受与他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唯一让他不满的就是 爱眼的男人太阳 暗下决心等妖丹恢复之后 一定要把这些臭男人全部赶走 走到洞口白夜自觉地去生活中 打算给小刺青暖暖肚子 这时洛冤发现面色阴沉的清爵 而且怎么叫他都不回应 在印象中 这好像是清爵第一次这么生气 他连忙把银里放到洞口外 大人之间的一些事 还是别让他知道的好 很快他跑回洞内坐在清爵的腿上 可这次无论他怎么甜言蜜语地哄着 清爵都不肯理他 洛冤瞬间红了眼眶 我知道你不喜欢阿里 见小慈性满眼泪花的模样 清爵的心一下子就软了下来 不过还是傲娇地表示要看他的表现 文言洛冤立马在他脸上巴唧一口 这样行吗 但这样清爵又怎么可能会满足 对准他的唇就吻下去 两人暧昧地对话 洞外的淫离都听得一清二楚 他紧紧咬住唇半 姐姐终究不再是他一个人了 他会主动去哄别的男人 和别的男人做那些亲密的事 而这些事 他甚至都没对自己做过 他很想现在就冲进去抢走姐姐 但那样又怕会惹他厌烦 毕竟他已经没有了以前的记忆 对现在的姐姐来说 他不过是个可怜的陌生人而已 他默默地低下脑袋 逗大的泪珠一颗颗砸在爪子上 洞内的清爵悠悠转醒 刚睁眼就看到清爵抱着洛冤猛亲的画面 他一下子就蹦了起来 伸手就要去抢洛冤 喂喂喂 小花妖都快喘不上气了 你这臭舌快松手 吻得正痴迷地清爵抬手去拍伸过来的爪子 清爵挨了一下 忍痛将洛冤拽过来 朝着洞外跑去 正在洞口抹眼泪的盈黎顿时来了精神 变回人形伸出一只脚 经意错不及防地摔了个狗吃屎 盈黎趁机将洛冤抱进怀里 姐姐你看他连走路都不会 幸好我手速快才没有摔到姐姐 意外太多 洛冤只感觉脑子有点猛 不过阿里眼睛怎么红红的 脸上好像还带着水珠 抬手准备帮他擦掉 盈黎心情瞬间变得愉悦起来 顺势低头用脸去蹭他的手 吃了一嘴泥的精益猛逼的爬起身 心想不会是这家伙把自己扮倒了 他伸手就要去把洛冤抢过来 白夜立马站出来阻止他们 今天冤冤本来就不舒服 别再折腾他了 正好粥熬好了 先让他吃饭吧 说着就把勺子递到他嘴边 我自己喝 不过阿里也要放开解交 话刚说完 外面就下起了雨 白夜赶忙把东西搬回洞内 然而盈黎并没有放手 而是抱着洛冤找个角落坐了下 可怜巴巴地看着他 姐姐 以前你也会为阿里喝粥的 你现在也喂一口好不好 面对小可爱的示弱 洛冤大脑开始不受控制 乖乖地把勺子递过去 少年张开嘴含住勺子 眼眸继续锁定洛冤 阿里也要为姐姐吃 说着就准备把碗接过去 此时清觉的脸比外面的乌云还要黑 他用尾巴一甩 精准地把洛冤卷到自己的怀里 洛冤手里的碗直接飞了出去 正好扣在走进洞内的惊异头上 他气得直爆粗口 哪个不长眼的东西干的 可当看到是洛冤刚才拿的那个碗时 态度立马发生180度大反准 只见他油腻地对着洛冤勾唇一下 小花妖 本少城主就知道你最关心我了 还特地给我留粥货 不过下次记得扔准一点啊 说完就跑出洞外用雨水冲了个走 而这边反应过来的洛冤才发现手里的粥不见了 白夜无语地看了一圈闹腾的几人 干脆把小雌性揽进自己的怀里 你们在闹粥都凉了 冤冤现在还不能吃凉的 听到这话的几人才停了下来 这时洛冤发现今天的粥格外的香 询问下才得知 他在里面放了金风玉露桃的花瓣 他立马闭眼看向空间 像果子说拿五个桃子 正好他也想尝尝是什么味道 他给美人分了一口 浅尝一口 发现果然美味 就连给精益智商流失的体力也恢复过 这时他突然发现几个雄性都不吃果子 就呆呆地看着他 还以为脸上有什么东西 敢拿出手帕擦擦 白叶按住他的手 不知是不是错觉 感觉小雌性一下子变美了许多 小脸变得更加粉嫩 饱满烟红的唇瓣上还带着果子的清香 他情不自禁地舔了舔洛冤的唇 一时间 三道杀气彤彤的目光扫射过来 他轻笑一声 好了 这下唇上的果汁也没有 很快外面的偏色暗了下来 清觉和白叶暗力睡在洛冤的两侧 一力变成小福利钻进洛冤的怀里 阿里要跟姐姐一起睡才不会做噩梦 姐姐不要赶人家走好不好 看着那双可怜的小眼神 洛冤不忍心拒绝 就当是只小宠物了 现在只有金奕这个倒霉蛋插不进去 白叶那边挨着墙 他屁颠屁颠地跑到清觉旁边的那片空子 怎样被对方一个蛇尾直接扇飞 冷声让他滚 金奕撇了铁嘴 小心眼 不过本少城主大度 暂时不跟你计较 现在不计较 那等半夜把小花腰拖过来不就行了 哈哈哈哈 天底下怎么会有像我这么聪明的人了